乱葬岗围剿后的第二日,趴在靖市被打了三十三界边深受重伤的蓝旺基,就从别有用心的门人口中知道了仙门百家围剿乱葬岗,为无限忘鬼是深的事。 当即,蓝旺基就拖着重伤之躯,强行下山,去了乱葬岗。 此时的乱葬岗早就找不到活人的踪迹。 蓝旺基翻遍了乱葬岗所有的地方,连魏无限的一片衣角都找不到。 同时,问灵了三天,没有任何魏无限的消息。 最后只是找到了刚刚生魂离体的阿苑,这才顺着指引找到了高烧不退,情况十分危机的小阿苑。 蓝旺基虽然还想在乱葬岗寻找魏无限的魂魄,但是他不能看着阿苑出事。 无奈之下,他只能抱着阿苑匆忙地赶回云深不知处。 他刚刚离开怡陵,魏无限的魂魄就从血池中醒了过来。 是的,虽然魏无限的肉身被妄鬼撕咬成了鸡粉,强大无匹的元神也没有鬼魂胆敢冒犯。 当时魏无限生死,他的魂魄魂魂魂噩噩,只知道跟着温家人还有那个重要的人一起下到了血池。 直到血池底下最深处的血灵被魏无限的魂魄,无意识地完全吸收,这才醒了过来。 这血灵是什么呢? 原本乱葬岗是一片仙山,后来仙魔大战,乱葬岗成了战场。 好好的一片仙山被众多的死气所侵染,明明是伏地仙山,却因为尸体众多,怨气不散,最终成了一片乱葬岗。 之后仙门百家更是把这乱葬岗当成了抛尸之地,使得原本有灵的仙山都没办法自我修复。 浮魔洞中的血池,原本是孕育出仙山山灵的灵池。 那血灵原本就是山之灵。 山灵出生神智,就见自己的本体成了这副样子。 只好将自己的灵石沉入灵池底下,不停地吸收怨气,净化怨气,从而想要净化整座仙山。 可惜,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净化的速度比不过仙门百家污染的速度。 最终执着的山灵,因为吸收了太多的怨气而意识泯灭了。 只剩下纯净的血灵在血池底下。 而魏无羡,虽然仙门百家说他是邪魔外道,在不夜天他也曾造下杀孽。 但是他的魂魄依然是纯净无比的。 关键的是,他也产生过要处理乱葬岗的想法。 最后,无意识的血灵捕捉到他的想法,于是自愿地被魏无羡融合了。 醒来的魏无羡魂魄,虽然只是鬼魂,但是强度却超过了这个世界的最高程度。 原本强大的元神加上山灵的融合,让他有了和天道对话的权利。 他从血池里捞出了温家所有被杀的人。 温彬彬姑娘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比温怨还要大一岁的样子,如果蓝忘机在的话,一定会惊讶非常。 他一年前曾上过乱葬岗,但是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见过和温怨差不多大小的孩子。 只是因为那个时候,魏无羡把人藏了起来,并不想让蓝忘机看到。 乱葬岗围剿的时候,温怨和这个孩子都是被藏了起来的。 但是魏无羡有危险,这孩子担心魏无羡,就自己从藏身的地方跑了出来。 温彬彬见孩子出来了,也只能死死地抱住孩子,想要护住他。 只是温彬彬被姜婉淫用紫电杀死,直接丢进血池。 他怀里还有气的孩子是活活被血池掩死的。 魏无羡看着这个孩子,心神剧痛地使得整个乱葬岗的邪碎都吓得匍匐在地。 魏无羡痛苦地嘶吼过后,恢复了冷静。 他引出血池水,在浮摩洞中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在此之前,他还召唤了温情和温宁的魂魄。 完成了阵法的魏无羡,将在场所有人的魂魄都拘到阵中。 然后,献祭了自己的灵魂,打算复活所有的温家人还有那个孩子。 天道眼看着魏无羡献祭灵魂,不由地叹了口气,嗤儿啊嗤儿。 想起刚刚不久隔壁天道的求助,天道灵机一动,手一挥,就把魏无羡的阵法做了手脚。 收了魏无羡献祭的灵魂,天道看着手中亮的惊人的能量道,道也用不了这么多。 于是他又分出小半能量,还有魏无羡的灵石,丢回了阵中。 浮摩洞中一片光芒闪过,阵外温家人的尸体全部灰飞烟灭。 就连金灵台上某个密室中,突然失去意识的温宁,也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了飞灰。 同时,另外一个世界,无人的深夜,大山中一处地方,地面上突兀地出现了许多躺在地上的人影。 温家人一个接一个地醒来,此时,他们正集中在一小片平地上。 大家相继站起来,不远处,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泥石流。 那新鲜的泥土中,还隐隐有些人际。 根据地形,不难看出那泥石流底下曾经有个村庄,而现在,一切都被遮盖住了。 温家在乱葬岗死去的所有人都在,还有温情温宁也在其中,除了还活着的温怨。 温彬彬怀里那个孩子,她是最后醒过来,目光四处寻找,然后看到了不远处躺在地上的黑衣人。 她飞快地扑了过去。 爹爹,爹爹,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她的哭喊,惊醒了所有的还在发愣温家人。 大家都围拢过来,看着中间沉睡不醒的魏无羡。 温家人都还记得,他们都已经死了。 但是现在都活了过来,那只能是魏无羡做了什么。 温家人都是死之前受到致命伤之前的模样,所以大多数人身上都带着些伤的。 温情清醒过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魏无羡躺在中间,那个小孩一直浮在她的身上。 秦姑姑,爹爹怎么了? 她为什么不醒啊? 温情走过来给魏无羡把脉,然后又掰开她的眼皮看了看,只能摇头。 脉向上来看,此时的魏无羡好好的。 身体甚至完好无损,身体里的那些经脉都被不知名的力量修复了,都能够重新修炼金丹了。 但是她就是不行,温情只能得出魏无羡原神受损,进入沉睡的结论。 可能过一段时间,魏无羡就能醒来吧。 周围的温家人各个带伤,温情看完了魏无羡,暂时没有办法。 给小孩说过之后,她乖乖地守在爹爹身边。 温情开始就近寻找药草给温家人治疗外伤,伤得不重的人也开始在周围活动,寻找能吃能用的东西。 大家都活了过来,甚至连做了一年多凶尸的温宁也再次有了心跳。 唯一遗憾的是,阿怨不在。 但是婆婆因为在乱葬岗死后,放心不下阿怨,所以有一丝魂魄是跟着阿怨的。 后来,魏无羡召回大家的魂魄复活了所有人,所以婆婆是知道阿怨被韩光君就走了的。 大家因为阿怨不在而伤心,婆婆却反过来安慰大家,阿怨活得好好的,还很安全。 只是他们现在并不知道,他们和阿怨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大家都明白,他们的复活这一定是魏无羡做的。 现在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只能就近搭了个草棚子,让魏无羡躺在里面,大家暂时歇在棚子里养伤。 龙国某卫星检测处,检测员报告了新情况,神龙山脉某处山谷发生了泥石流。 原本这种原始森林里的状况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监察员在巡视卫星图的时候,在泥石流的附近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于是,监察员连忙上报情况,怀疑神龙山脉中存在有不为人知的村落。 而领导在得知情况后,调出了泥石流发生前的影像记录。 发生泥石流的地方是一处山谷,谷中树木茂密,看不到房屋的痕迹,但是时有吹烟,应该是有一处人类聚集的小村落。 而在泥石流发生后,大概有几十人出现在山谷之外游离不去,很有可能是山谷中有村落。 而这些人是灾难幸存者。 在确定了情况后,龙国很快就派遣了直升机,军队带着物资药物前去救援。 时间接近午时,温家人开始煮东西吃。 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三天了,温家人并没有离开原地,而是暂时安置下来养伤。 魏无羡一直没有醒,小孩也一直守在魏无羡的身边,不曾离开。 温情用竹筒端了一碗汤过来,他们没有锅,这还是临时捏的桃冠炖的野鸡汤。 因为火气有些重,温情在里面加了些温补良的药材,不多,能够压下野鸡的腥味。 宝贝,让一让,先让你爹爹吃点东西。 小孩听话地让在一边,帮着秦姑姑把魏无羡身下垫高,然后爬上床,扶住爹爹的头让温情喂鸡汤。 温家人都叫小孩宝贝,这是他的小名,其实他还有个大名,叫做蓝威之。 爹爹说,这个名字是谐音的意思,蓝威之子。 他曾在一年多前,在乱藏岗躲在温家人的草棚子里偷偷地见过他的父亲。 他父亲是仙门风光际月的韩光君。 爹爹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世,因为他是爹爹偷来的宝贝。 如果被发现了,不但会坏了父亲的名声,他也会被骂怪物的。 因为他是爹爹生下来的,古往今来,从未有男人生子。 别人都不知道他是魏吴先生的。 蓝威之的大名并不为别人所知,平时他都是用小名。 爹爹给他取的名字,叫魏宝贝。 爹爹说,他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 魏宝贝问过爹爹自己是怎么来的。 爹爹告诉他,爹爹和父亲曾一起被困在玄武洞。 后来两人一起想办法杀了图露玄武,只是图露玄武在死前反击,父亲中了玄武的迷魂煞。 那个时候,爹爹伤重,杀了图露玄武后,就脱离昏过去了。 然后被迷失了心智的父亲,折腾得失去活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玄武的术法改变了他的体质,他发了高烧。 高烧退去后,父亲还没有清醒。 眼见两人的情况不可收拾,父亲是一个正人君子,爹爹不知是怕父亲醒来内疚自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心理。 反正就是提前点了父亲的睡学,然后把一切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后,这才昏迷。 之后回到江家,后来经历了僵尸灭门,还有剖单和乱葬岗三月。 爹爹都没有发现身体有任何异常。 甚至他的腰身都没有变化,依然是牵牵细腰不营一卧。 直到玄武动时间过去九个月,爹爹也已经在摄日的战场上几个月后。 这一日,爹爹出门去山中挖坟,走到一处人际罕至的地方,却突然发动,腹部剧痛。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生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球下来。 那肉球迎风变长,直接从拳头大小变成了西瓜大小。 最后表面的肉膜涨破,里面竟然是个婴儿。 爹爹人都吓傻了,要不是他亲眼见证是自己生出来的东西,他都以为遇到精怪了。 但是新生的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婴儿,爹爹在战场上,也没有办法安置他,只能暂时将他寄养在农户里。 在战场上的爹爹时常悄悄地去看他。 他的相貌渐渐张开,爹爹从婴儿的脸上看出了父亲还有自己的影子。 算算怀孕到生子的时间,他想起九个月前的荒唐,才惊觉这个孩子,居然是他和父亲两人的。 温情给他剖单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孩子,他在乱葬岗苦苦挣扎三个月。 这个孩子也没有出现问题,在战场上劳累奔波,也没有伤到孩子。 孩子就这么坚定不移地来到这个世界。 想明白一切的魏无羡,感动坏了,认定孩子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 不但暗戳戳地给孩子取了个谐音的大名,还取了个有点好笑的小名。 后来,魏无羡带着温家人上了乱葬岗。 他去那户农家人看孩子,发现那家人自己也有了孩子,渐渐对他家宝贝也没那么好了。 他就干脆把魏宝贝带回了乱葬岗同他一起生活。 同时魏无羡告诉温家人,魏宝贝是他儿子。 对此,温家人并没有怀疑,毕竟魏宝贝的眼睛眉毛都长得和魏无羡一模一样。 就算魏无羡不说,大家也不会认错的。 只是魏无羡不说,他们也猜不出来魏宝贝的娘亲是谁。 魏宝贝很聪明,魏无羡早就把他的身世跟儿子说得清清楚楚。 这是只有他们父子两人才知道的秘密。 温情给魏无羡喂完了东西,又给人把了卖。 魏无羡的卖相没有变,只是这几日吃得不怎么好,虚弱了些。 看样子要想办法改善一下生活了。 温情在考虑要不要走得远些,去探索附近了。 她又有些犹豫,现在他们这一群人没有什么战力,就连弟弟也成了活人,武力没有原本的一半厉害了。 温情正在为大家的情况焦虑,这附近草药有限,所有人都有伤,草药根本就不够用。 这个时候,温四叔突然跑进来,秦姑娘,你快出来,有情况。 温情力忙站起来,阿宁,快来,护好魏无羡和宝贝。 温情走出棚子,就见大家抬着头,高空中,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砰砰砰的声音,像一只巨大的鸟飞进。 大家都有点惊疑不定,这是什么飞行法器,好厉害的样子,大家的眼神都不错,已经看到那大鸟上面有人了。 温家人渐渐都聚集到了温情身边,然后各自手里都拿着棍子石头等戒备着。 温情也有点慌,但是想到自己腰间的竹筒,她安心了许多。 那是她刚刚找到的毒草见血蜂猴,她稍微安心了一点。 大鸟在大家的目光中飞了过来,大概是上面的人看到底下的人很慌张的样子,找了个离得远些的平地降落了下来。 然后上面下来一对穿着奇怪衣服的人,他们有绿色衣服的人的手中抱着箱子,还有穿着白色衣服背着箱子。 看着那些人走过来,温情站在温家人前面开口,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不要过来了,后果自负。 那对人前进的步伐一顿,大家的脸上都带着惊讶,显然是没有想到还有人会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一个大概是领头的人站出来说话,你们好,不要紧张,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只是通过卫星看到有泥石流发生。 我们是军人,特意过来救援的人,你们是住在山谷里的村民吗? 那人的眼神清明,当然不会将温氏族人当成什么躲藏在森林里的犯罪组织。 毕竟不会有什么组织全是老弱病残,连个壮年男人都看不见。 温情看着这些人,作为同行的直觉,他觉得那些穿白色的衣服的人应该是医师。 因为他们一来,就把目光放在温家人受伤的位置上了。 温情的眼神动了动,他终于发觉了不对,这些人的穿着和他们有很大的不一样。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但是这些人绝对不是先门百家的修士。 他能够感觉到在场的都是普通人,都没有修为。 他的胆子大了一点,至少他们还有一个金丹修士温宁,他自己虽然修为不高,但是对付普通人应该问题不大。 见那人这么问了,温情心神一动,才开口,我们就是住在这里的人,我是他们的组长。 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们的状况不太好。 那人开口道,好的,我们就是看到了你们的活动轨迹,才特意来救援的。 你们有人受伤是不是,需要治疗吧? 另外,我们还带来了吃的用的,你们不用抗拒。 他能够看出来,这些人的神色都很不对劲,就好像他们是什么恶人一样,各个的眼神都带着的恐惧惊慌。 那领队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想着,眼前的这些人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遭遇了吗? 温情一直在观察这群人,他们的眼神都十分地清正,看到他们的惨状,神色都带着痛心。 特别是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要不是他们都拿着棍棒戒备,都恨不得冲上来救护伤患。 双方对峙了一会,温情挥挥手,大家这才放下了手中的棍棒。 对面的人慢慢地走过来,他们中的人抱着一些箱子,领头的人说, 现在天气到了深秋,所以我们带了些衣服,吃的喝的。 还有医生,可以帮你们治疗一下受伤的人。 箱子被堆到了前面,温情看着地上的东西,眼神闪了闪。 他曾经在温若寒面前的脸,什么好东西没有见过,但是面前的这些东西,他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那箱子有些像是纸做的,里面有瓶子,还有一小包小包的东西。 他好奇地走上前去,拿起一个透明的瓶子,这是饮水。 那领头的人开口,对,干净的饮水。 你这样,拧一下盖子。 他手上做了个拧盖子的动作。 温情拧了一下,盖子就开了。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瓶子,这个瓶子很有意思,轻巧还透明,肉眼可见的水的纯净。 他举起瓶子,想要试试这水,温四叔连忙阻止,请姑娘,让我来试试吧。 温情摇摇头,没事,我刚好渴了。 军人这边,虽然大家心里都很焦急,但是也安静地等在一旁。 这些幸存者,看样子都如同惊弓之鸟,防备心非常的重。 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大动静,生怕惊吓到这些人。 温情喝了水,他作为医师,第一时间就能够感觉到饮水没有异常。 然后又在那领队的指点下,打开了一个透明纸装着的面包。 吃了东西,然后他才让温家人都领了水和吃的。 温家人都很有次序地拿东西,不吵闹,不拥挤。 救援人员也都看出来了,这个自称是组长的女子,在这些人面前很有威信,大家都非常听她的话。 这些人的衣服穿的都是粗布麻衣,看法款式比较古式。 有可能是什么不曾被发现的少数民族。 不过幸运的是,虽然这些人说话的口音和他们略有不同,但是听着和他们龙国通用语言相差不大。 那领头人说,可以让我们帮忙智商吗? 温情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好,你们看看吧。 他一挥手,后面几个伤得比较重的温家人自觉地走上来。 医护人员们连忙忙碌起来。 温家人身上的伤都是被草药覆盖着,用一些布条临时包扎着。 温情看着这些医护人员将伤口进行清洗,然后散上药粉,然后用干净的纱布包扎了起来。 另外还有人拿着奇怪的针,那针后面带着药水,看样子是可以把药水打入到身体里去。 这些让温情都看得目不转睛,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这些医护人员用自己的方法治疗。 温家人也老实地没动,任人动作。 虽然那针看起来有些吓人,但是他们中好多自己就是医师。 所以并不是很害怕,他们也知道,作为医患关系,在医师治疗的时候,患者不配合的时候,最伤脑筋了。 温情对现在的状况一筹莫展,有人来救援后,见他们这些人确实没有恶意。 温情也就让温家人全力配合。 那些医护人员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在场的温家人,身上的伤,明显都不是因为泥石流逃命跌打损伤的。 好多人的身上都是被戾气造成的伤口,还有不少的人身上的伤像是被鞭子打出来的,还有轻微的灼烧。 不由地会让人想到严刑拷打,电击等刑罚手段。 那领头的人知道了情况后,就找到温情,想要了解他们这群人的情况。 小姐你好,贵姓。 温情,我是温情,我们这里大多数人都姓温。 温情顿了顿,我们祖上是为了躲避战乱,所以隐居山野。 我温是一族,接通齐黄之树。 那领头人点了点头,哦,温小,温组长,你们,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我见大家的伤,像是人为。 温情低了头,半嗓才抬起头来,他也不好编瞎话,免得和其他人口供对不上。 我们原本的住处叫乱葬岗,前几日,一伙贼人突然闯入,见人就砍杀。 后来是魏无羡救了我们。 领头人,魏无羡。 温情点点头,魏无羡是一直保护我们的人,我们都是医师,没有什么武力,只能靠魏无羡保护。 领头人了然地点点头,心中想着,这魏无羡可能类似古代护卫一类的角色。 那魏无羡人在何处? 温情,他救了我们后,就昏迷不醒。 身上没有外伤,我怀疑伤到了脑子。 温情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就算去问其他温氏族人说出来的区别也不大。 领头人知道,还有人昏迷,连忙就叫了医护人员来。 温情见识过这些人的医术跟他的不一样, 所以也有意想让这些人帮忙看看魏无羡,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治好魏无羡的病。 双方的人都很友好,主要是现在温氏人都没有主心骨,他们是弱势的一方。 但是幸运的是,另外一方人都是好人,是真心地来帮助他们的。 蓝忘机救了阿怨,回到云深不知处就昏迷了。 刚刚醒过来,就从阿怨的口中听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本以为是小孩子不懂事,胡说的,但是阿怨却递给他一个玉佩。 蓝忘机接过玉佩,那是一个雕刻着屠戮玄武的玉佩。 上面有明显的守护阵纹,显然是作为佩戴者的防御法器的。 明明是争鸣非常的屠戮玄武,却被刻画得有点憨态可居的样子。 满口的尖牙被雕刻成满嘴圆圆的小米牙,正转头望着自己的龟壳,龟壳上,一个小小的娃娃坐在上面。 十分的灵动可爱,显然雕刻着没玉佩的人是用了新的。 玉佩的背面,上面刻了一个日期,蓝忘机一看就无比的熟悉,细想之下,便记起。 这个日期就是他和魏英合力杀死屠戮玄武那一日。 下面刻着小字,蓝未知,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这个日期大概是在他们杀屠戮玄武九个月后,是在摄日战场上。 蓝忘机甚至还记得那个日子,一场战斗下来,他四处不见魏英,听人说是出去挖坟起尸去了。 过了好几天,他才见到魏英回来。 而回来的魏英脸色苍白,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想上前关心,但是魏英看见他却像是受了惊吓一般,转身就跑了。 玉佩的最下面,写着的小名,魏宝贝。 父母,然而,玉佩上并没有刻着父母的名字,只是有一幅小图。 那图非常的小,但是作为耳聪目明的修士,还是一眼就能看清图上的内容。 那是一幅刻着两个人物的场景图。 一人靠在山壁上,另一人正手拿着一根布条在缠纳靠着山壁的人的腿。 看样子是在包扎伤口,别人看了会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蓝忘机看到这张图,却明白,这是他和魏英在玄武洞中相处的场景。 那布条也不是什么裹伤口的布,而是他的抹额。 蓝忘机心神剧痛,难道,哀怨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有一个孩子,叫他父亲,是他和魏英的孩子。 可是,魏英为何能男人生子? 不,不对,这个孩子在哪? 乱葬岗,只找到一个哀怨,那个叫蓝薇之味宝贝的小孩呢? 死了。 蓝忘机连惊喜的感觉都没来得及品尝,便是失去一切的追心之痛袭来。 蓝忘机忍不住喷出一大口血, 他的意识甚至在渐渐模糊,想着就这么跟着魏英,还有那个他还没来得及见过面的孩子去了。 献哥哥,是献哥哥。 此时他听到阿怨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将他渐渐下沉的意识拉了上来。 献哥哥是谁? 哦,是阿怨在喊,在喊他的献哥哥,是魏英。 魏英。 蓝忘机突然就清醒了过来,魏英,魏英在何处? 他睁开眼睛,去看阿怨,阿怨此时却仰着头,看向窗外的天空。 天空不知何时一声巨响,高空上出现一个朦胧的水镜。 水镜上云雾缭绕,上面人影绰绰。 随着阿怨的一声声呼唤,那水镜越发清晰,一张无暇白镜的脸出现在水镜中。 而天底下看到那张脸的人无不大惊适色。 是怡灵老祖,是魏无羡。 他,他不是死了吗? 被万鬼是深深化积粉,为何还好好的? 此时这张脸正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 突然,水镜里出现了一双小手。 那小手拿着一个小棍,小棍的前端是白白的源头。 小手把白头一点点地抹上魏无羡的嘴唇。 医院里,魏宝贝正按照护士姐姐教的那样,把棉签沾了水,一点点地润湿跌跌的嘴唇。 他们大家已经被军队的人从大山里就出来一段时间了。 一开始住院的温家人大多已经痊愈出院了,他们住在政府安排的一处小区。 现在还在医院住着的就只有他爹爹魏无羡了。 医生说,爹爹是什么植物人,醒过来的几率微乎其微。 但是他们这些亲人,要在旁边多喊喊他,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所以魏宝贝一刻都不曾离开过爹爹的身边,不停地和爹爹说话。 周围的人无一不说魏宝贝小小年纪,这么懂事的。 仙门百家因为突然出现的水晶躁动不安。 他们以为已经死了的魏无羡又出现了。 而之后,看到活得好好的温情、温宁,还有温家人,他们都麻木了。 这些本该已经死了的人,全都好好的出现在天上,难道还是他们做了好事,让人家升天了? 当魏宝贝出现的时候,不但蓝望鸡震惊,还有蓝启仁和蓝溪沉也震惊了。 猛然一看到魏宝贝,他们还以为看到了小时候的望鸡。 打眼一看,那就是一模一样,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孩子的眉毛眼睛和望鸡是不像的,像的是魏无羡那样的桃花眼。 这孩子,就像是望鸡和魏无羡的结合体。 蓝溪沉和蓝启仁对视一样,眼神都有些凝重。 这个孩子,蓝启仁是有印象的,他在乱葬岗见到过。 那个时候,蓝家和聂家殿后,在后面击杀那些邪碎,等到他们上山的时候,温家人都被金家江家的人全部杀死了。 当时,他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小孩。 他甚至感觉那小孩还有气息。 他当时想就吓人的。 结果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可能是金家江家人,怕他们见不得这么多人惨死吧。 见蓝家聂家来了,就慌忙,把人都丢进了血池。 魏无羡看到那些人被丢下了血池,当时他正在毁阴虎服,他根本就没想到,江婉吟会带着人上来。 原本以为安全的乱葬岗,因为他的信任害得大家都死在了金江两家人手中,特别的温彬彬被丢下血池。 魏无羡看到温彬彬怀里的孩子,他家的宝贝,魏无羡其实是有能力毁掉阴虎服,在乱葬岗全身而退的。 这里都是他的主场,但是宝贝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他放任了万鬼反噬,把他撕咬成了碎片。 他的魂魄脱离身体,就追到血池去了。 蓝启仁皱着眉头开口,这个孩子,当时应该还没死,就被江婉吟丢到血池去了。 蓝溪辰,他长得好像旺姬。 蓝启仁想否认,但是这是事实,他艰难地开口,只是像而已,这世上相像的人何其多。 蓝溪辰,叔父,要不我们去问问旺姬? 这天险异象,旺姬应该也会看到了。 剑卫公子还在,他或许会好些,想起弟弟那心如死灰的样子。 他好多次都以为弟弟挺不过去了。 旺姬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喊那个人的名字。 他觉得,旺姬是想随着他去的。 他从乱葬岗回来的时候,看向他的眼神都没有半点波澜。 他知道,弟弟是在怨他。 蓝启仁和蓝溪辰走到静室外,就听到里面有个小孩在说话,太好了,有钱哥哥,宝贝哥哥还活着。 你儿子还活着。 蓝启仁和蓝溪辰大惊失色,连忙推开门走进去。 蓝启仁,旺姬。 怎么回事?什么儿子?哪来的儿子? 此时蓝旺姬正虚弱地坐在窗边。 他被阿怨叫醒过来后,看到天上的魏无羡,终于退出了他一脚已经踏上去的黄泉路。 床上不太方便,他煮着闭尘箭,在阿怨的帮助下才走到窗边坐下。 阿怨也脱了个凳子挨着蓝旺姬坐了。 见识叔父和兄长进来,蓝旺姬转头看了一眼两人,然后就转回头看向天上的水镜。 而蓝溪辰却被旺姬那一眼惊住了。 蓝启仁见蓝旺姬不回答,上前一步又开口问,什么儿子? 旺姬,你说话。 蓝旺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天空。 他没动,平静无波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天上那个孩子,是我和卫英的儿子。 卫英给他取名叫做蓝威之,小名为宝贝。 他的话没停,孩子生下来,我还没有看过一眼,没有抱过一次。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叔父,你上过乱葬岗,你看见过那个孩子吗? 他是怎么被你们弄死的? 他还那么小,当时一定很害怕吧。 蓝旺姬后退了几步,摇着头,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你和魏无羡的儿子,你们都是男人,怎么生? 蓝旺姬没有转头,蓝是家谱,有验证血脉的作用,他叫蓝威之。 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叔父大可以去验证。 蓝旺姬不能接受这个结果,转身就冲了出去,蓝旺姬看了看忘机,又想去追叔父,想了想他咬牙,去追叔父。 蓝旺姬知道,叔父肯定是去了祠堂,他从静视出来,就直接往祠堂而去。 蓝旺姬连蓝氏家规禁止即行都忘了。 在一众弟子惊骇的目光中,蓝旗仁和蓝锡陈先后都在蓝家跑了起来。 蓝锡陈来到祠堂时,就见叔父一脸震惊地看着祖谱。 他刚刚来到祠堂,就拿着笔在祖谱上蓝旺姬的后面写下蓝威之的名字,还有出生日期。 蓝氏家谱金光一闪,承认了蓝威之的蓝氏血脉。 不,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旺姬的孩子,居然真的是旺姬的孩子。 蓝旗仁的眼睛都红了,他当时看到那个孩子还活着的。 他都没有蓝下来,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子抱着孩子,被姜婉淫一边子卷起,然后甩进了血池。 紧接着,魏无羡就发了疯。 接下来被魏无羡被妄鬼反噬,在场的人都被那可怕的一幕吓破了胆。 后来那孩子的事就被忽略了。 蓝溪尘走进来,看到被家谱承认的血脉也不由得心神俱阵。 蓝氏家谱有两本,一本是普通的记载用的家谱。 一本是先祖留下来的法宝,此家谱能够验证家族血脉。 只有蓝家嫡系血脉才能在家谱中写下名字,要是不是蓝家血脉,写在上面,字迹也会消失。 蓝溪尘看着手里的家谱,努力地压下心里的震惊,舒服,我们去静视吧。 不管怎么说,这孩子现在活着是好事。 蓝溪尘心里不免担忧,那些温家人, 还有魏无羡和那孩子都活了。 看样子应该不是这个世界了。 他心里有些恐慌,总觉得他留不住望鸡了,孩子和心爱之人都不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还能留住他吗? 蓝启仁和蓝溪尘放好族谱,回到静视,想要推开门进去, 却发现静视外竟然有一层结界。 蓝望鸡的声音传出来,舒服,胸掌, 蓝望鸡今日不见任何人。 你们回吧。 蓝望鸡痴痴地看着天上的水晶。 他知道,蓝启仁和蓝溪尘来找他,一定是族谱上有了结果。 不用说,那天上的魏宝贝真的是他的儿子。 因为想起了玄武洞的事,蓝望鸡也知道了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很可能当时的玄武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手脚,魏英才以男子之身生下了孩子。 虽然屠戮玄武是晋神失败的产物,但怎么说,他也是个半神兽,想要改变一个人的体质应该是很容易的。 大概是屠戮玄武想要造成魏英的痛苦吧。 蓝望鸡想象不到,他那个时候欺负了魏英,魏英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掩盖了所有的痕迹。 而之后,他一个人挣扎地生下了孩子,又是怎样的恐慌和无措。 他从来没有想过把孩子的存在告诉他。 偏偏,他却又给孩子娶了蓝姓,明晃晃地告诉孩子,他是蓝望鸡和魏无羡的儿子。 他还给孩子取名叫做宝贝。 看着天空水镜中,魏宝贝拉着魏无羡的手说道, 爹爹,你快点醒来好不好。 宝贝想跌跌了,阿怨弟弟不见了,弟弟看不到我们一定很害怕。 泪水顺着蓝望鸡的脸颊往下流,阿怨笨拙地伸出手,给蓝望鸡擦眼泪,有钱哥哥。 你别哭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去找宝贝哥哥好不好。 新的世界很神奇,病房里还有电视,电视里有小人。 魏宝贝是个小孩,接受新鲜事物很快。 病房里还有其他人,他们都知道,魏无羡和小孩都是从山里救出来的,有很多现代化的东西都不懂。 魏宝贝很喜欢看电视,病房里的人都很迁就这个可爱的小孩,一直都是让他看少儿频道。 然后,魏宝贝就看到了电视里的一则广告。 天才萌宝大赛展开,欢迎各位小朋友报名。 最终获得第一名的天才萌宝将获得一百万奖金。 魏宝贝知道,一百万是很多的钱,至少给爹爹治病是够了。 秦姑姑还在为钱烦恼,不如她去参加这个节目。 魏宝贝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是她嘴甜,就拜托了病房的其他人,给她讲解这个节目的规则。 他们这些人都是住在深山里的,并没有记录在案,还是后来国家安排了他们,给了他们登记了新的身份。 魏宝贝是魏无羡的儿子,新的身份证上也是魏宝贝这三个字。 有身份证,魏宝贝请求同病房的人给她在网上报了名。 同病房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军人戴雪林,她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 见到魏宝贝就稀罕得不行。 她对魏无羡他们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见魏宝贝想参加这个节目,也知道孩子的想法,所以她还是很支持的。 报好了名,戴雪林就对魏宝贝说道,宝贝啊,这个节目报名的人不会少,要想走到最后,要有才艺的。 你都会些什么呀? 魏宝贝歪歪头,想了半天,我会舞剑,还有画符。 戴雪林,舞剑还理解,画符是什么鬼。 戴雪林一言难尽地看了魏无羡一言,宝贝的爸爸都给孩子教了些什么? 画符,让孩子长大了当神棍吗? 摇摇头,算了,这人还昏迷着呢。 她也就不计较了,等醒来一定要好好地教育一下这个年轻的爸爸。 戴雪林看着魏宝贝,宝贝还会舞剑啊,厉害厉害,可以表演给我看吗? 魏宝贝,可是我的小木剑不见了。 戴雪林在病房里四处看了一下,递给魏宝贝一根筷子, 宝贝你用筷子当成剑吧,要是舞得好,爷爷给你弄一柄小木剑来。 魏宝贝接过筷子,拿着筷子,小娃娃的气势就变了,明明是个三头身的娃娃。 戴雪林却从她的身上感觉到了威势。 魏宝贝的剑法都是魏无羡交的,她的木剑是蓝忘机买给阿院的。 后来阿院见哥哥喜欢,就送给了魏宝贝一柄。 有了木剑魏宝贝就缠着爹爹教她剑法。 魏无羡也宠宝贝,很认真的教了魏宝贝剑法。 她教魏宝贝的是蓝家的剑法。 还跟孩子说,这是她从她父亲那里学来的,所以宝贝学得特别的认真。 蓝家人向来注重一态,这一套剑法捂出来也是飘逸灵动,虽然宝贝只是拿着一根筷子,却依然捂得有模有样。 宝贝太厉害了。 这套剑法一看就很厉害,这么厉害的本事肯定能得奖。 不过你这个可以做压轴,还得会些其他的。 戴爷爷,我可以学。 爹爹说我很聪明,我学东西可快了。 戴学林挑了挑眉,看小孩一脸自信的脸,有些好笑。 她拿出手机,是吗?那我考考你。 她打开一个叫做斗音的软件,搜索了一个儿童舞蹈。 然后手机里就出现了许多小娃娃跳舞的视频。 戴学林随意地点开一个,手机里响起欢快的歌声。 魏宝贝凑到戴学林身边,看着手机里的小朋友跳舞。 那个视频很短,只有三分钟的样子,戴学林怕小孩学不会,还特意放了三遍。 三遍过后,魏宝贝没动,站在原地沉思,戴学林也不打扰小孩,让她自己去想。 过了一会,魏宝贝抬头,戴爷爷。 我会了。戴学林,真的?那我再放一遍音乐,你跳来看看。 魏宝贝也不怯场,后退到病房宽敞一点的地方,我准备好了,戴爷爷开始吧。 戴学林再次打开那条视频,音乐声响起,魏宝贝跟着节奏跳了起来,而且和视频里跳得一模一样。 儿童的舞蹈大多是动作简单,对于复杂的剑法都能学会的魏宝贝,真是太简单不过了。 但是看到魏宝贝的表现,戴学林就觉得不简单了。 这孩子太厉害了吧,也就看了三遍就会了。 而且他还注意到,孩子还踩点了,每个动作都在拍子上。 视频里的娃娃要大些,魏宝贝最多不过三四岁的样子。 动作标准,踩点准确,戴学林觉得魏宝贝比视频里的小孩还要跳得好看得多。 一支舞蹈跳完,戴学林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宝贝你太棒了,你参加节目一定会得奖的。 魏无县住的是军区医院,温情他们不是不来,而是他们新的住处,大家都忙着安顿。 其他人要来医院守着魏无县,都被魏宝贝劝回去了。 温情也只能让人送饭,谁有空谁就来医院陪着魏宝贝。 不过大家都很忙,这里是军区,大家也都放心魏宝贝在医院。 温情在病房外揉了揉眉心。 他们温家人多,什么都没有,还是受了军队的帮助,才安顿了下来。 他们用的钱都是军队的人捐赠的,温家人身上都有伤,虽然得到了救治,但是也都没有好权。 魏无县因为昏迷不醒,用的钱就比较多,温情见大家在医院一直花销不断,干脆让大家回去住处养伤。 让魏无县继续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身上的钱不多,要买药草给温家人治伤,还要给大家配备日常用品。 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可惜他们没钱。 温情一直在想,来到这里之后要怎么生存,这个世界显然不是原来的世界。 他来到这里,距今为止,再也没有看到修士。 魏宝贝抱着戴学林的手机一直在学上面的唱歌跳舞。 她的记性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手机上学来的舞蹈她很快就能学会。 她的声音也很好听,奶呼呼的,还能边唱边跳。 戴学林觉得,自己算是捡到宝了,提前看到了很多节目啊。 温情来的时候,就看到魏宝贝正在病床前一扭一扭的。 她不由得好奇地问,宝贝,你在干嘛啊? 魏宝贝得意洋洋地说道, 秦姑姑,我报名参加节目了,我要做天才萌宝。 电视上说了,冠军拥有有一百万奖金的。 温情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天才萌宝? 魏宝贝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求助地看向戴学林,戴爷爷。 戴学林拿过自己的手机,搜出关于天才萌宝的活动页面。 温小姐,你看,这就是宝贝说的节目。 温情接过手机,看到上面的介绍,皱了皱眉,宝贝,这个你想参加。 魏宝贝点点头,嗯,秦姑姑,宝贝想帮爹爹挣钱。 温情有些不赞同,她蹲下身,宝贝。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不管在哪里,都逃不过特权。 魏宝贝歪歪头,特权。 温情点点头,对。 有权利或者有财富的人,通过他们的权利和金钱,比普通人更加地容易取得成功。 对于温情的话,戴学林有些不赞同。 温小姐,我觉得你的想法太过偏执了,我们龙国,还是个很公平公正的国家。 温情,你能保证这样的节目不是有钱人的游戏吗? 不过是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孩子而推出的游戏。 真正能够走到最后,得到奖励的人,怎么可能是我家宝贝这样无权无视的人? 我宝贝再厉害,再聪明,又能如何? 戴学林沉默了一会,不得不说,温情说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她真的觉得宝贝是个很棒的孩子。 她想了想说道,温小姐,宝贝真的很棒,而且她一片孝心,也是为了她爸爸才想要参加这样的节目。 我们不能打击她的积极性,你看这样好吗? 节目可以让她参加,我能保证,绝对不会出现黑幕。 至于能走多远,那就看她自己的本事了。 考虑了一会,温情还是妥协了。 她怜惜地摸了摸魏宝贝的头。 如果魏无羡醒着,凭她的头脑,大家的生活应该会好得多。 怎么也不会让魏宝贝去参加什么节目。 宝贝虽然在乱葬岗生活,但是魏无羡看得跟眼珠子似的,从来没有让孩子吃过什么苦头。 温情叹了口气,坐在魏无羡的病床边,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魏无羡啊,魏无羡,你倒是早点醒来啊,看到宝贝这么着急,你真的一定都不心疼吗? 此时的魏无羡就如同睡着了一般,温情这样说,她也没有一点反应。 她的元神因为献祭受损严重,还是天道怜悯,才给了她一线生计。 温情同意了魏宝贝去参加节目,魏宝贝就继续跟在戴学林身边,两人一起在手机里找视频,见到好的舞蹈就学起来。 渐渐地,戴学林的脸色苍白起来,额头上也冒出了许多的冷汗。 魏宝贝向来是个细心的人,她见戴学林拿着手机的手都在抖了,立马就发现了不对劲。 戴爷爷,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戴学林的嘴唇有些发青,说话也变得有气无力的,宝贝不要慌,我没事。 魏宝贝连忙叫道,秦姑姑,你快来看戴爷爷。 她不舒服,温情连忙起身,走到戴学林病床前。 温情看了一眼戴学林的脸色,心里已经有了数,她开口道, 戴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让我把板卖吗? 戴学林在年轻的时候,脚上中过蛋,当时因为任务,她忍着受伤,一天一夜完成了任务,才得到治疗。 当时伤好了之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等到年纪大了之后,问题就来了,只要一变天,她的骨头就开始痛。 一开始还没有引起重视,后来越来越严重,痛的时候,她会连路都走不了,就好像骨头被人敲碎了一般。 戴学林抬眼看了一眼温情,她有点意外,因为会中医会把脉的,基本上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者,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女孩会把脉的。 哦,温小姐居然会中医啊,那你给我看看吧。 戴学林没当回事,她的病连那些老中医都没什么办法。 只能靠着理疗的手段减轻一点疼痛,她都住院有一段时间了,症状一点减轻的迹象都没有。 她根本就没有抱什么希望。 戴学林伸出手,温情扯过来一个枕头,坐在病床旁边,认真地给戴学林把脉。 她细细地把了一会脉。 你年轻的时候腿上受过伤,耽误了治疗。 伤了经脉,这些暗伤现在发作了。 所有才会感觉到食骨之痛。 戴学林不动声色,她的情况稍微打听一下就能知道。 就算能够通过把脉看出来,她也不认为眼前的小姑娘有办法。 温情没有多说什么。 食指中指病笼,在戴学林的腿上几触穴位轻点,又顺着经脉用指头轻轻推动。 戴学林只觉得温情手指过触,一股气流顺着流动。 原本疼痛非常的腿,顿时就觉得痛感减轻了一半。 戴学林诧异地去看温情,只见这小姑娘一脸严肃,皱着眉头,似乎对她的治疗效果感到很不满意。 怎么了?温情摇摇头,能治,只是我没有银针,配合针灸笔块。 再加上药物温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温情开药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很少用珍贵的药物。 她在仪林给人看病。 仪林地区百姓穷苦,往往是买不起贵重药材的。 所以,温情对普通的常见药材算是开发出了最大的用处, 那个时候在乱葬岗,胃无限的身体差得要命。 在仙门世家,这样的身体只能用贵重的灵药养着, 但是住在乱葬岗的他们根本就没有银钱去买贵重的药材。 所以,能用的也只是些普通药材, 所以温情对普通的药材运用算是出神入化。 她斟酌片刻,嘴里就爆出了一个药方。 戴雪林止痛感减轻了后就很震惊了。 其他的中医,还有西医的手段, 每次在她的疼痛发作后都是束手无策。 那止痛针都不知道打了多少,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这个小姑娘就随意地在她身上戳了几下, 就减轻了她一半痛苦, 简直是神了。 她想了想,打了个电话出去。 很快,就有个当兵的小哥哥带着一个小箱子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老头。 小哥哥带来的当然是银针, 那老头看起来五六十岁,面容温和。 来到病房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看了一眼温情,就上去给戴雪林把脉。 这是一位龙国的中医圣手, 平常还是很傲气的, 但是他也拿戴雪林的暗伤没有办法。 但是他听说有人能减轻症状, 所以也就跟来看看。 他倒不是那种上来就质疑人家的人, 那种疑老卖老, 看不起人, 觉得人家年纪小就不行, 然后口出狂言, 在被打脸的人都是电视上演的。 一位有医德的圣手, 都是谦逊的, 虽然他们也有自己们的傲气, 但是他们懂得一个道理, 那就是打者为师, 不问年龄。 那老头见戴雪林的痛又发作了, 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却要好很多。 戴雪林, 小温啊, 这时间紧, 也找不到好的银针, 这套你先将就用一下。 当兵的小哥哥把小箱子递给温情, 温情也不客气, 打开手里的箱子, 里面是一个羊皮券, 里面有一整套银针。 温情检查了一下银针, 然后消毒, 然后走到戴雪林的面前, 裤子脱了。 在温情的眼里, 只有病人, 没有男女。 戴雪林也不含糊, 在小哥哥的帮助下, 把自己的病号服, 裤子脱掉。 还穿着大裤衩子呢, 现代的人对这方面,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讲究。 反倒是原小世界, 先门百家那些人, 看到温情开口就是让人脱裤子, 一个个的就开骂。 说什么的都有, 不知廉耻, 什么的。 人家一个医师, 治病救人都看不惯。 只是, 这不是在自己身上, 要是他们自己生病了, 别说脱裤子了, 脱光都会, 他们会管医师是男是女吗? 那老头还没看清温情动作呢, 就见刷刷刷, 戴雪林的腿上就扎满了银针。 温情还不时地在银针上点一下, 他的手就像在舞蹈一样, 看得那懂门道的老头如痴如醉。 他能够看得出来, 温情的手法是用银针打通受阻的经脉。 戴雪林的病其实就是经脉中的暗伤, 要治这样的病对温情来说是最拿手的。 谁让他临床经验丰富呢? 魏无羡真的是为他医术的增长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没一会, 温情就起了针, 戴雪林顿时就感觉不到痛了, 反而是平时最难受的位置温温热热的, 舒服极了。 之后, 温情见有医师来, 他也不怕什么泄露了秘方, 而是对着那老头抱了一遍药方。 那老头听到药方后, 连忙用纸笔系了下来, 捧着药方如获至宝。 明明都是一些很普通常见的药材, 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却产生了不一般的效果。 老头完全沉浸在了药方里。 苗啊, 还能这样用?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个, 天啊, 简直是绝了。 怎么想出来的? 老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好一会, 他才反应过来, 眼神发亮地看着温情, 小姑娘, 你师成何人? 温情, 家学渊源, 我父亲就是我师父。 我们温氏其黄一脉, 全部都是医师。 听到这里, 戴雪林的神情严肃起来。 住在这个病房里, 他是知道温情一群人的来历的, 有五十多个人都是从深山里带出来的, 如果全部都是医师的话, 可就不简单了。 这温情是那些人的组长, 大概是最厉害的一个, 今日出手, 果然不凡。 那其他人, 但凡有他一部分的本事, 也是不得了的了。 那他们不就是捡到宝了, 之前看着老弱富如, 不显山不露水的, 但是仔细一想, 这些人的谈吐都不一般, 不像普通人。 这之后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戴雪林很快就让人推着轮椅来带他离开了。 温情也没当回事, 就是随便出了个手。 他没想到, 今天过后, 他们温氏一族的生活将发生天大的改变, 而他们也在军方的帮助下, 更好地融入了这个新世界。 蓝旺基从寒碳洞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是三个月以后了, 他用一枚千年灵山胶珠, 给自己重塑了经脉, 重塑肉身。 原本的三十三界边, 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损化了蓝旺基的根基, 想要恢复, 可以说是希望渺茫, 非十几年的光阴不可实现。 蓝旺基干脆放弃了这种缓慢的修复根基的办法。 不破不力, 破而后立, 直接放弃原本已经破损的经脉, 利用胶珠强大的能力重塑根基。 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 比三十三界边还要可怕, 可以说是把身体里的每一寸经脉都粉碎在重塑。 如此的痛苦, 非常人不能忍受, 古往今来, 几乎没人会用此方法重塑静脉。 但是在蓝旺基的心里, 又有什么痛苦, 比得上万鬼, 是身之痛呢? 蓝旺基闭关出来, 在深夜就悄无声息地回到静时, 他第一时间做的事, 就是抬头看天上, 那里有他最重要的两个人。 那处水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都是显示着魏无羡躺在病房的样子。 魏宝贝去参加节目, 就看不到人了。 戴雪林经过温情的针灸, 加上药物的治疗, 已经痊愈出院了。 他的身份不简单, 当初耐够和魏无羡一个病房, 也纯粹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无聊。 所以才在他的病房安排了个昏迷不醒的魏无羡, 有个小孩子在旁边照顾着, 让戴雪林不至于被吵到也不会孤单。 戴雪林出院之后, 就没让其他人住到魏无羡这里来。 他甚至还认了魏宝贝做干孙子, 认了温情做干女儿。 当然, 魏无羡也沾了儿子的光, 成了戴雪林的便宜干儿子。 戴雪林是一位少将, 回到军队, 他就给温家人安排好了去处。 温家人基本都会医术, 龙国的一些医师跟他们交流过后发现, 那些温家人, 医术最差的, 都比得上他们的一些名医。 五十多个人, 除了会医术的, 还有种植药材, 炮制药材的都是一把好手。 还有那个温情的弟弟, 居然还有功夫在身。 具体有多厉害, 就是戴雪林手下的兵, 都找不到能够在温宁手下坚持三个回合的。 那个腼腆的少年, 居然还是个天生神力。 温家人都有了编制, 会医术的, 还拿到了行医资格证。 戴雪林把温家人安排在了龙国最好的军区医院。 温情的医术太高, 是那种要被保护起来的国宝。 那些有权势有财力的人, 请温情看一次病的费用, 都能让魏无羡在医院里, 得到最好的照顾。 魏宝贝已经不用去, 参加节目为爹爹挣钱了, 但是魏宝贝并没有放弃这个节目。 大家都在为新生活努力, 他也要加油。 三个多月的时间, 一开始仙门百家看着天上的魏无羡还人心惶惶, 看到温家人都活过来, 都指着天乱骂。 到后来, 他们也看出来了, 温家人和他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世界。 而他们害怕的魏无羡一直像个活死人一样, 躺着一动不动。 仙门百家的人都放心下来, 同时也诅咒魏无羡永远不会醒来。 天上的水晶一直对着魏无羡, 时间长了, 他们看都懒得看了。 别人厌恶看到的人, 却是蓝忘机朝思暮想的人。 此时是深夜, 天空的水晶中, 魏无羡静静地躺在那里, 胜过世间无数风景。 蓝忘机痴痴地看着那人, 口中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魏英魏英。 万籁俱静, 他得不到任何回应。 第二天一早, 安静的病房就有人推开了门。 来得有温情, 还有温宁, 温家的好几个年轻人都来了。 医生说了, 要多和魏无羡说话, 这样才能刺激到他的意识, 看能不能让其清醒过来。 温彬彬来了之后, 就坐在魏无羡的床边, 他本来就是个开朗活泼的姑娘。 魏无羡一直都是他的偶像。 魏公子, 你知道吗? 宝贝可厉害了。 等一下我们要一起看直播, 他要表演节目了。 魏公子, 你要是能够睁开眼睛看到宝贝就好了。 病房里有个正对病床的电视, 大家来后就坐在了魏无羡的病床两边。 电视也打开了调好了频道。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已经学会了使用各种电器。 因为宝贝的原因, 温家人最近都爱看电视, 还懂得了很多的现代新词汇。 很快, 时间就到了。 电视机里, 放完了广告, 天才萌宝的综艺节目就开始了。 今天是萌宝们十进五的比赛。 因为被打过招呼, 这档节目的确没有出现什么黑幕, 经过一系列的比赛, 淘汰, 剩下来十强萌宝。 都是长相可爱, 也有拿得出才艺的聪明宝宝。 因为过人的相貌, 每个萌宝在网上都有好大一批拥护者。 电视中, 十个宝宝有序地走了出来, 台下涌起一阵尖叫。 每个宝宝都有自己的一批粉丝, 还有了自己的灯牌。 病房里不能喧哗, 但是温彬彬还是啊呀呀的欢呼出声, 她摇晃着魏无羡的手臂。 魏公子你看啊, 睁开眼睛看看呗。 宝贝她好厉害, 我们宝贝是最可爱的。 谁也没有注意到魏无羡的手指动了一下。 此时, 电视中的小朋友们都坐上了选手席, 开始一个个地表演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 这样的场景, 仙门百家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每次魏宝贝上电视, 温家人总是汇聚到病房和魏无羡一起看。 虽然魏无羡躺在那里无知无觉, 但是温家人总是会把魏宝贝的表现全部都说给魏无羡听。 仙门百家不能理解水晶世界中的文明, 也看不懂一群小娃娃在台上唱唱跳跳的有什么值得追捧的。 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 魏无羡的孩子比大多数的孩子都要优秀。 他们可是看着的, 一开始报名的时候, 魏宝贝还只会五个剑。 病房里, 魏公子, 你听到了吗? 宝贝上场了, 他今天要跳舞哦。 就听到电视里说到, 下面是53号选手魏宝贝为大家带来的叮叮当当舞。 今天的魏宝贝穿了一身黄色的T恤, 下身是卡其色的休闲裤, 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因为魏宝贝的头发很长, 所以做了脏便扎高马尾的造型。 衣服虽然有些普通, 但是魏宝贝精致无比的面容, 加上十分心潮的发型, 一上场台下观众就一声声地喊了起来。 现场全是宝贝, 宝贝, 宝贝, 的欢呼声。 魏宝贝上台, 他的身后是五个大人半舞, 他站在C位。 此时的他毫不怯场, 音乐声响起, 他跟着音乐舞动了起来。 叮叮当当舞是一个很成熟的音乐舞蹈, 成人跳起来, 有那么一点点性感, 但是三头身的小娃娃跳就只剩下可爱了。 后面的五个半舞虽然都跳得不错, 但是所有人都把注意放到了魏宝贝的身上。 魏宝贝脸上的表情丰富, 异曲舞蹈, 明明是成人风的音乐, 他却完全展现出了娃娃的天真可爱。 万籁俱静的深夜, 阿怨已经睡熟了。 蓝忘机将孩子抱了起来, 用一块宽布将睡熟的孩子背在背上包了起来。 他最后看了一眼镜视, 他什么也没有拿走, 只有他悄悄留下的关于魏宝贝的东西, 被珍惜地放进了他的储物袋。 蓝忘机熟悉蓝家的夜巡队伍, 所以他小心地避开了夜巡队伍, 偷偷地走到了离山门不远的地方。 这是一处围墙, 就是这个地方, 他第一次见到魏无羡。 蓝忘机嘴里轻轻地说道, 魏英, 我来找你了。 他轻轻地跳上围墙, 因为他的身上带着蓝家的御令, 围墙外的结界没有任何反应, 他在围墙上站了片刻就跳了出去。 蓝忘机没有注意到, 围墙外有一抹肉眼不可见的微光, 在蓝忘机出来后, 就依附在他的抹额上。 离开后, 蓝忘机静止来到了离伊林不远的地方, 将阿院带到了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十分地隐蔽, 曾是让蓝忘机最伤心的地方。 他曾在这里向魏英表明心意, 得到的却是魏无限生生地呵斥滚。 而再次来到这里, 蓝忘机的心里却带着疯狂。 他将阿院放在山洞里, 从储物袋中拿出被子, 让阿院睡上去。 又点了阿院的睡穴, 防止他中途醒来。 在这山洞里, 又一抹不可见的微光, 依附到了蓝忘机的抹额上。 山洞中, 蓝忘机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夜行服, 取了抹额, 蒙了脸。 将山洞设好了结界, 蓝忘机就匆匆离开了。 几个时辰后, 天已经亮了。 蓝忘机带着一身血腥气息, 回到了山洞。 山洞的结界还好好的, 阿院也还在沉睡。 蓝忘机背起他, 遇见赶往乱藏岗。 时间紧, 他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乱藏岗, 天上出现水晶后, 其他人就再也进不去了。 蓝忘机来到乱藏岗之外, 也被拦住了去路。 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木盒, 那木盒中隐隐透出了金光。 蓝忘机拿着木盒, 带着温院顺利地进入了乱藏岗。 蓝忘机带着阿院, 一路走到了浮沫洞。 浮沫洞外, 还是当初蓝忘机抱着阿院离开时的一片废墟。 而浮沫洞中却大不一样。 原本洞中的地面坑坑洼洼, 并不平整, 而现在, 地方平平整整的如同镜面一般。 蓝忘机知道, 浮沫洞中一定是魏无羡使用了什么阵法, 才能够复活温家人。 带着温家人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他在古市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秘书。 蓝忘机这几个月, 除了努力地治好自己的身体, 其余的时间就是在研究这个秘书了。 这阵法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回溯。 蓝忘机研究了许久, 只有这个进数, 可以再现出当初浮沫洞中 魏无羡使用的阵法。 而蓝忘机则是利用新的秘书, 在原阵法重现的那一瞬间, 利用特殊的力量, 划破虚空, 找到去异界的路。 他把阿怨放在山洞的时候, 就是去找这个力量去了。 蓝忘机潜入了莲花屋, 剖走了姜婉淫的金丹。 要说, 原本蓝忘机是 不知道魏无羡的金丹 在姜婉淫的身上的。 但是这次阿怨没有失忆, 温情魏无羡他们说话, 从来没有逼着小孩。 阿怨虽然不懂, 但是经不住有个非常聪明的魏宝贝啊。 所以, 两个小朋友交流的时候, 阿怨就记住了很多事。 比如说, 他知道献哥哥没有金丹, 他的金丹在那个江宗主的肚子里。 蓝忘机知道了这件事, 硬是被气得吐血。 他一直以为魏英是金丹有损, 却怎么也没想到, 魏无羡是没了金丹。 更可怕的是, 那个时候, 算时间, 他剖丹的时候, 还怀着魏宝贝。 这也就不能怪, 一直是先门楷模的蓝忘机 做出这么极端的事了。 他虽然一直在拦架, 但是他得知的消息可不少。 他知道, 他的魏宝贝是江宛银亲自丢下血池的。 江宛银真的不知道魏无羡为他付出了什么吗? 战场上几年的时间, 就算江宛银一开始不知道, 但是用着魏无羡的金丹, 他真的察觉不到吗? 所以在魏无羡研究秘书的时候就想到了。 金丹虽然不能再塞回魏英的肚子里, 但是绝对不能再让江宛银拿着魏英的金丹效仗了。 踩着魏无羡成为先门高手, 成为了不起的宗主, 凭什么呀? 所以黑化的蓝旺鸡出了蓝家就想到了要取了江宛银的金丹。 蓝旺鸡料想得没错, 乱葬岗上不去, 但是魏无羡的金丹却能够让他们通行无阻。 同时, 他还在莲花物拿到了魏英的配件随便和陈情。 蓝旺鸡没有放下阿苑, 此时的阿苑被他点了昏睡穴, 一直没醒。 他在地上用灵气刻画出秘术阵法。 阵法成形, 蓝旺鸡用魏无羡的金丹为银, 金丹中强大的灵力散开, 秘术阵法之下, 一个庞大的神秘的阵法渐渐显现。 在阵法显现的时候, 蓝旺鸡也看到了滞留在阵法中的残魂。 蓝旺鸡猜测, 这很可能是魏英的魂魄, 所以魏英才一直不能醒过来吗? 还没等蓝旺鸡有动作, 那残魂便化成一道微光, 依附在了蓝旺鸡的魔额上。 蓝旺鸡往前一步, 踏入那个神秘的阵法。 那作为力量来源的金丹, 突然光芒大胜。 等到光芒散去, 覆魔洞再次恢复了平静。 浮魔洞的地上依然是一片平坦, 什么都看不出来, 也没有人知道, 在某一个早上, 有两个活生生的人, 消失在乱葬岗。 蓝旺鸡恢复意识, 从地上爬起来, 飞快地看向四周。 这是一片山林,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却有人迹。 不远处, 有个棚子, 他背着阿苑, 小心地走过去。 棚子里也没有人, 但是蓝旺鸡却认出了, 这里一定是温家人住过的地方。 在破旧的棚子里, 蓝旺鸡把阿苑放下来, 放到那个临时搭建出来的床上, 慎重地取下了自己的抹额。 之前在阵法中, 他看到的残魂, 他认出来那是未无限丢失的一破。 之前那一破依附到了他的抹额上, 当时时间来不及, 他也就没来得及查看。 蓝旺鸡在自己的抹额中, 发现了魏英的五破。 机缘巧合下, 他凑齐了魏无限遗失在另一个世界的七破。 但是七破不齐, 还差两破。 蓝旺鸡怕残破还在原世界, 并急乱头一下, 就在原地开始了招魂。 却没想到远在天边, 就在眼前, 魏英的一破居然就在阿苑的身上。 这就还剩下其中一破了。 蓝旺鸡见阿苑身上有一破, 那另一破的去向, 他就有了猜想。 既然魏无限能够护着阿苑, 一定不会不护着魏宝贝。 有很大的可能, 还有一破是在魏宝贝的身上。 蓝旺鸡想到这里, 连忙收起了旺鸡琴, 将阿苑喊醒。 阿苑也是睡够了, 他一醒过来就发现没有在熟悉的地方, 抬眼就看到了蓝旺鸡, 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放心下来了。 有钱, 饿, 师父, 这是哪儿? 之前阿苑一直叫蓝旺鸡有钱哥哥, 他又叫魏宝贝哥哥。 蓝旺鸡虽然觉得小孩子不懂辈分问题, 但是这父子都叫哥哥也有些不好, 便让阿苑叫他师父。 阿苑, 饿了吗? 蓝旺鸡从储物袋里取出水囊, 简单地给阿苑洗漱了一下, 又拿了干粮, 阿苑拿着东西慢慢地开始吃, 他才说话, 阿苑, 我们来找你宝贝哥哥了, 等吃饱了, 我们就去找他们。 原本还慢悠悠地啃着干粮的阿苑, 立马就来劲了, 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蓝旺鸡一大早, 就收到了门人的禀报。 之前蓝旺鸡在闭关, 阿苑住在静市, 也是有仆人照顾的。 仆人早上给阿苑送早膳的时候, 就发现人没在了, 那仆人还以为是小孩顽皮, 跑到别处玩去了。 结果找遍了静市周围, 也没找到人。 仆人知道, 这小孩是韩光君看中的孩子, 不敢怠慢, 立马就上报了。 蓝旺鸡住得离静市不远, 最先收到消息。 不知为何, 蓝旺鸡人心里特别地慌。 连忙吩咐门人, 在云深不知处寻找阿苑。 他自己静止去了 蓝旺鸡闭关的寒潭洞。 寒潭洞哪里还有人? 蓝旺鸡人心急得不行, 连忙就去了祠堂。 祠堂中放着蓝家的祖谱, 之前他们才在祖谱上 记下了蓝薇芝的名字。 此时打开祖谱, 蓝薇芝的名字还在, 但是却褪去了颜色, 只有灰色的笔迹, 和那些死去的仙人的名字 是一样的。 祖谱能够检测到蓝家血脉, 也能够检测到 家族中活着的嫡系成员, 不在一个世界, 祖谱就默认人不在了。 让蓝启仁大惊失色的是, 蓝旺鸡的名字 变成了和蓝薇芝的名字 一样的颜色, 显然是不在这个世界 或者过世了。 蓝启仁当然是不认为 蓝旺鸡已经死了的, 不然他不会带走阿苑, 最大的可能就是 蓝旺鸡已经带着阿苑 去找魏无羡去了。 蓝启仁悲痛地叫了一声旺鸡, 他看了一眼天空中 显示着在病房的魏无羡, 吩咐门人 却叫了蓝锡尘过来。 当日下午, 仙门百家就收到了蓝家的复告, 蓝氏家族, 寒光君蓝旺鸡夜裂伤重, 不治身亡, 举足同爱。 蓝家云深不知处 到处都挂上了白铃, 当然, 也有蓝家的长老质疑, 却不想。 蓝启仁拿出了族谱, 显示蓝旺鸡确实是死了。 新的世界灵气稀少, 但是在这深山之中 还是有不少的。 蓝旺鸡来的时候 用了许多灵力开启阵法。 到了这边之后, 又立即开始了招魂, 体内的灵力用得干干净净。 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才把灵力补满。 蓝旺鸡并没有看到 温家人是怎么出山林的。 他看到水静的时候, 魏无羡就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他带着阿苑 在棚子里住了一夜。 阿苑也乖, 即使在这深山老林里, 他也不害怕, 不曾哭闹。 他知道, 师父是带他来找宝贝哥哥了, 只要跟着师父, 他就有安全感。 他始终记得, 就剩他一个人在乱葬的时候, 是师父来救了他。 他躲在树洞里, 并没有看到那些场景。 但是他知道, 所有的人都参与了 对他家人的屠杀, 他们害死了宝贝哥哥, 逼死了魏前辈。 他还小, 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他记得宝贝哥哥对他说过, 他现在是小孩子, 有什么不懂得做不到的, 就记在脑子里。 只要好好地长大, 总能懂总能做到的。 第二天一早, 蓝忘机就带着阿苑遇见上了天, 在天上飞了许久, 才看到有人烟的样子。 蓝忘机这才落在山林的外围, 一路抱着阿苑走了出去。 等到蓝家这边灵堂布置起来, 仙门百家的人都前来悼念。 韩光君风光大葬后, 蓝忘机才找到了温情。 对新的世界, 什么都不懂, 蓝忘机带着阿苑也是走了许多弯路, 想要找人也是大海捞针。 因为蓝忘机带着配件, 一开始被人还以为他带的是装饰品, 一头长发一身古装的他也被认为是在Cosplay。 蓝忘机身上也没有这个世界的钱财, 不过他是个非常聪慧之人, 很快就找到了金铺, 用储物代理的黄金, 换到了这个世界的货币。 同时, 也因为这样被有心人注意到, 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人带着个小孩子, 身上还有不少钱, 然后就有胆大包天的人打算打劫蓝忘机。 所以当接到好心人报警的公安人员赶来的时候, 就见到打劫的人躺了一地。 而蓝忘机则拿着寒光闪闪的长剑放在贼人的脖子上。 于是, 蓝忘机和阿苑就这么进了警局, 他也说不出自己的出处, 只能说自己来自深山, 前来寻找家人。 现在蓝忘机唯一知道的线索就是, 天才萌宝节目的魏宝贝, 他们是他的家人。 公安人员也是辗转才联系到了温晴。 温晴听说, 一个叫蓝忘机的带着叫温怨的小孩找他们, 大为诧异。 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知道蓝忘机和温怨的名字。 那就可能是真的了, 温晴火急火燎地找了过来, 终于见到了安静地窝在蓝忘机怀里的阿苑。 温晴, 韩光君, 你怎么来了? 温晴对仙门百家的人心中有怨, 但是并不包括韩光君。 温家人告诉过他, 是韩光君把魏无羡从不夜天送回来的, 婆婆还说蓝忘机救了阿苑。 一见到温晴, 蓝忘机就问, 温姑娘, 宝贝在何处? 温晴冷了一下, 她心里一肚子疑问, 蓝忘机是从何处知道魏宝贝的存在的? 她和阿苑又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既然蓝忘机能来, 那些门其他人会不会也过来? 阿苑被温晴抱起, 这会在熟悉的人怀里, 她的话就多了起来。 秦姑姑, 天上有个镜子, 我们看到献哥, 阿苑看了一眼师父, 想起师父说不能叫献哥哥, 他叫宝贝哥哥, 叫宝贝哥哥的爹就不能叫哥哥了。 我们看到魏前辈在睡觉, 宝贝哥哥在跳舞, 还有电视机手机, 我们可以看见你们。 小孩子说话, 温晴虽然能听清楚, 却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 温晴一脸疑问地看向蓝忘机。 蓝忘机见阿苑都说了, 也就不再瞒着了, 对温晴说道, 乱葬岗围剿后, 某日天空突现水晶, 其中现一界之相。 水晶中, 见魏英昏睡不醒, 由此得知魏宝贝。 温晴皱了皱眉, 回想他们在医院之时, 有没有提过宝贝的身事。 魏无羡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魏宝贝的身事, 但是耐不住魏宝贝自报, 他跟阿苑说过他父亲的事。 当然, 阿苑小朋友并没有大嘴巴跟别人说。 温晴是无意间听到的, 他之前是不信的。 作为一个医师, 他坚持自己的认知, 男人是不可能怀孕生子的。 此时, 蓝忘机站在温晴的面前。 他才恍然惊觉, 蓝忘机和魏宝贝长得有多像, 可以说, 除了眉眼, 鼻子嘴巴脸型, 魏宝贝都像极了蓝忘机。 温晴咬了咬嘴唇, 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办。 半晌, 他才艰难地开口, 你找宝贝有什么事。 蓝忘机, 温姑娘, 敢问魏英昏迷不行, 可是遗失了七魄。 温晴, 你, 你看出来的。 蓝忘机摇摇头, 我已寻到魏英六魄, 其中一魄赋予哀怨之身。 温晴眼睛都瞪大了, 你是说, 很有可能宝贝身上也有一魄。 温晴是医师, 对魂魄这方面并不是很擅长, 不过温明曾经是凶师, 他的元神强度也是很高的。 他曾跟温晴提过一句, 魏无羡之所以一直不行, 是因为魂魄不全。 之前的献祭阵法, 导致他的魂魄四分五裂。 不知道为什么, 本该魂飞魄散的魏无羡却没有死, 只是体内只剩下三魂, 七魄不知所踪。 如果蓝忘机真的找到了六魄, 还有一魄在魏宝贝的身上的话, 魏无羡就有机会醒来了。 魏无羡的是要紧, 温晴也不耽误时间, 急匆匆地就带着蓝忘机和温怨回了京都。 回到温氏族人的住处, 现在他们住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住下温家五十几口人也不会拥挤。 温晴带着蓝忘机和阿怨回来的时候, 温家人正聚在一起看电视呢。 温宁和几个年轻人不在, 去医院陪魏无羡去了。 魏宝贝参加天才萌宝的节目 已经到了最后的决赛阶段。 另外一个萌宝宝准备了一曲动感的现代舞, 几岁的小朋友跳着这样的舞蹈格外的可爱, 加上可爱的外貌, 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恨不得组团去偷孩子。 那萌宝宝得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 压力给到了魏宝贝身上。 但是魏宝贝并没有压力。 琴姑姑说了, 他们现在有钱, 即使她不得冠军爹爹也能住医院。 魏宝贝这次拿出了自己的保留节目, 之前都是唱歌跳舞的节目, 今天的魏宝贝一出场, 就穿了一身古装。 黑色的衣服, 红色的封边, 头发扎了个高马尾, 一根红色的发带鲜艳夺目。 背景音乐是古琴曲, 魏宝贝站在台上, 手中拿着竹笛认真地吹走。 吹笛子需要很强的气息, 这么小的小孩, 一般很少见到能够吹笛子的。 偏偏魏宝贝还吹得这么好。 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蓝忘机走进温家客厅的时候, 就听到熟悉的曲子。 她抬头看去, 就见到了电视里吹着笛子的魏宝贝。 她心中振动非常, 这首曲子她记得, 是魏英在战场上做的。 那时候, 她还奇怪, 魏无羡为何会做这么欢快简单的曲子。 那是魏英少有的, 没有和她吵架的时候。 她说, 要做一首让人开心节奏明快的曲子, 蓝忘机还出手帮忙了。 她回想起那个时候, 在云深不知处, 魏英爬到树上, 跳到藏书阁送她兔子的场景。 曲子中有一部分, 就是她编写的。 原来, 这首曲子是魏英写给魏宝贝的呀。 不知道的魏英是怎么跟宝贝说起这首曲子的。 可曾告诉她, 这首曲子是她的两位至亲共同协作完成的呢。 电视中, 魏宝贝的节目并不是完全吹笛子。 吹了一段后, 在配乐的鼓琴声中, 魏宝贝在竹笛上一按, 竹笛竟然伸出一节剑剑, 笛子变成了一把笛剑。 魏宝贝的古装是那种竖袖长袍。 一阵剑舞在台上虎虎生风, 一朝一世都很有力量的感觉, 并不像那种花拳绣腿。 魏宝贝这个节目一出, 台下是掌声不断, 全是宝贝宝贝的呼喊声。 就连凑在一起的温家人也跟着喊宝贝宝贝。 最后魏宝贝以绝对的优势成了天才猛宝冠军。 当然, 也得到了一百万元的奖金。 蓝忘机抱着阿苑, 站在门口看完了魏宝贝的比赛。 直到结束, 大家才注意到温情回来了。 看到阿苑, 大家都围拢过来, 蓝忘机也受到了大家热情的欢迎。 不说其他的, 光是蓝忘机把阿苑带来, 大家就千恩万谢了。 蓝忘机心急未应的气魄, 在温家也有些不安。 温情只好告诉她, 魏宝贝那里有好几个温家人跟着。 比赛结束后, 温冰冰很快就会带着宝贝回来的。 不过很有可能, 魏宝贝会先去医院看她爹爹。 蓝忘机知道原世界有水晶, 她要是去医院的话, 肯定仙门百家都能看到她了, 也不知道到时候蓝家会如何。 蓝忘机心中虽然对蓝家有愿, 但是到底是有些顾忌的。 也不知蓝家知不知她离开了。 蓝忘机思虑再三, 还是打算去的医院, 就算不能进去, 她也可以在门外, 看看魏英看看宝贝。 魏宝贝回到医院, 没意会阿苑就来了。 从小一起玩的小伙伴团聚了, 两个小朋友高兴地抱在一起, 又叫又跳。 魏宝贝没想到阿苑会出现, 高兴得不得了, 两人抱着开心了一会后, 就连忙问阿苑跑到哪儿去了。 阿苑在那边的时候, 天天都看水晶。 她现在过来了, 也知道不能乱说话, 拉着魏宝贝就往外走。 阿苑, 你做什么? 宝贝哥哥, 我带你去见个人。 什么人啊? 魏宝贝好奇地问。 阿苑看了一眼某处, 就好像透过了虚空 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她把手指头放在嘴边。 虚, 宝贝哥哥。 是个惊喜哦。 魏宝贝跟着阿苑出了门, 一抬眼就看到了 外面站着的白色身影。 魏宝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 父, 父亲。 蓝忘鸡眼睛有些红, 缓缓地蹲下身, 是我, 宝贝, 我来了。 宝贝也是个渴望父亲的小孩, 早在乱葬岗的时候, 她就偷偷地看着蓝忘鸡抱着阿苑, 那时候就满眼地羡慕。 看蓝忘鸡张开的怀抱, 魏宝贝再也忍不住了, 冲进了蓝忘鸡的怀抱, 哇哇大哭了起来。 呜呜, 父亲, 你怎么才来啊? 爹爹一直不醒, 我好怕。 父亲, 你是不是来找我们的? 蓝忘鸡抱着孩子, 眼里也忍不住落下一滴泪来, 宝贝, 对不起, 我来迟了, 我来找你们, 再也不离开了。 阿苑站在旁边, 看着两父子抱头痛哭, 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 蓝忘鸡手一伸, 把阿苑也拉入了怀中。 她力气大, 毫不费力地将两个小朋友一起抱了起来, 此时, 她已经收拾好了情绪, 她可没忘记宝贝刚刚录完了节目才回来。 宝贝, 累不累? 我看到你的节目了, 宝贝很棒。 来自父亲的肯定, 让魏宝贝显得非常的高兴, 同时也有些害羞, 忍不住把头埋在蓝忘鸡的怀里。 不过很快, 她就想起来, 父亲, 你不去看看爹爹吗? 蓝忘鸡也非常的想看魏英, 但是她还顾忌着蓝家, 想要给蓝家一点时间, 此时她还不知道, 叔父已经为她解决了问题, 她已经重伤而亡了。 蓝忘鸡可没忘记她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除了偷偷看一眼魏英之外, 还想弄清楚, 魏无羡的遗魄是不是在魏宝贝身上。 宝贝, 我, 蓝忘鸡吐了一口气, 我会想办法让爹爹醒来的。 蓝忘鸡心里其实也很害怕, 她怕魏英醒来之后, 再次让她滚。 她带着阿怨来到这个世界, 本就是孤注一掷, 如果魏英厌恶她不想看见她, 她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蓝忘鸡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蕴家的住处,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以抹鹅为媒介进行了招魂。 果然不出所料, 魏无羡剩下的遗魄一直都附身在魏宝贝的身上。 蓝忘鸡的抹鹅中终于集齐了魏无羡的七魄。 三魂上载,七魄巡回, 只要一个定魂咒, 魏无羡就能够魂魄归位, 应该就能醒来了吧。 蓝忘鸡心急如焚, 但是还是耐着性子等了三天。 想来三天的时间, 蓝家已经做好了应对方案, 她可以出现了。 带着魏宝贝和阿怨一起, 现在两个小孩都特别黏她, 去哪都是跟在她身边。 两个小朋友天天赖在蓝忘鸡怀里不下来。 抱着两个孩子, 站在病房门外, 蓝忘鸡深吸一口气, 做足了心理准备, 淡定地推开了病房门。 同时, 另外一个世界的天空上, 水镜中出现了一个大家熟悉的身影, 也让仙门百家一片哗然。 仙门百家不久前才参加完韩光军的葬礼, 这回就在水镜中看到了蓝忘鸡, 本想说蓝家蒙骗大家。 再一想, 水镜中那些人好像都是已经死去之人。 就算有人质问蓝家, 蓝家也是一句, 人都死了, 他们也管不了。 进入病房的蓝忘鸡, 放下两个孩子, 一步一步地走进病床, 在魏无羡的病床边坐了下来。 伸手在魏无羡的手腕上把了一下脉, 实际上是用灵力探查魏无羡的身体。 原本魏无羡的身体是很糟糕的, 但是来到新世界, 所以穿越过来的人都重塑了肉身, 魏无羡也不例外。 他现在的身体除了没有筋蛋, 比任何人都要健康。 蓝忘鸡把了脉之后, 松了一口气, 取下了抹额, 放在魏无羡的心口, 尸出了定魂咒。 定魂咒可以引导离体的生魂归位。 尸法后, 抹额中飘出淡淡的七点微光, 融入了魏无羡的眉心。 魂魄归位, 蓝忘鸡紧紧紧地盯着魏无羡, 连宝贝和阿怨也安静下来, 乖乖地守在床边, 等着魏无羡醒来。 好像过了许久许久, 蓝忘鸡僵硬地坐在床边, 等着魏无羡醒来。 似乎是过了一百年, 睡美人终于睁开了他的眼睛。 魏无羡的元神无比强大, 此时他元神在石海中酝酿许久才醒来, 这些日子, 他的三魂在体, 身边发生的事他都知道。 他听到魏宝贝为了他去参加节目, 努力地去学习唱歌跳舞。 还有温晴, 通过病房里的一位病友, 给温家带来了转机。 还有他的宝贝儿子, 还给自己找了个干爷爷, 顺便把他这个当爹的搭送出去了。 另外, 还有魏无羡的七魄。 在他魂魄四散之后, 七魄潜意识地去了他牵挂之处。 一魄一直在阿怨身边, 他看到蓝忘机身上被罚了三十三戒鞭, 看到蓝忘机得知他身死差点, 随他去了。 他的陈情和随便被江婉吟拿去了, 他看到江婉吟对他的怨恨, 即使他死了也在诅咒他。 特别是他出现在天空的水晶之后, 江婉吟的怨气都快凝成实质了。 魏无羡有些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让江婉吟恨不得他勇士不得超胜。 他看到蓝忘机为了他, 挖走了江婉吟的金丹。 那一刻, 他的心里甚至是畅快的。 他还记得魏宝贝是江婉吟亲手丢进血池的。 如果说, 曾经他对江家还有情谊, 江艳离死在不夜天让他心怀愧疚。 但是江婉吟害死魏宝贝的举动, 让魏无羡对江家的所以滤镜都破碎了。 躺在病床上的人睁开了眼睛, 一开始还带着迷茫, 眼神有些涣散。 床边的几个人都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魏无羡的眼睛动了动, 渐渐地有了神采。 他的目光转过来, 看向身边的蓝望鸡。 他的手还有些绵软无力, 他躺得太久了, 身体还有些适应不过来。 艰难地移动右手, 把手放在了蓝望鸡的手上。 蓝望鸡有些吃惊地看向魏无羡, 他心里是慌张的, 他怕魏英赶他走。 魏无羡张了张嘴。 太久没有说话, 魏无羡的声音无比地沙哑。 见魏无羡说话有些困难, 他下意识地俯下身去, 侧耳去听魏无羡说话。 看着凑近的脸, 魏无羡用气音轻轻地说道, 蓝湛, 你来了, 就不要再离开我和宝贝了吧。 蓝望鸡心神震动, 冷了两久, 才反应过来。 不管魏英是什么意思, 只要他愿意让他停留, 他别无他求。 好, 不离开, 守着你和宝贝。 蓝望鸡再也忍不住了, 把魏无羡还有扑上来的魏宝贝 一起抱进了自己的怀抱。 这一刻, 他就好像拥有了全世界, 怀里的两人就是他的珍宝。 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感激魏英还愿意让他留在他们身边。 蓝望鸡的狂喜还没有维持多久, 一遍突生。 蓝望鸡只觉得怀里一空, 魏无羡竟然像烟雾一般消散了。 蓝望鸡慌了手脚, 魏英。 一颗心就好像突然落入深渊, 差点心脏骤停。 师父师父, 魏前辈跑到电视里去了。 又是哀怨的声音, 把蓝望鸡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蓝望鸡连忙转身, 病房里原本开着的电视里, 突然出现了五个人。 五个人都是满脸的茫然。 此时五人正处于一个纯白的空间。 此时的魏无羡正穿着病号服, 一头长发柔顺地披散在身后。 另外四个人, 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孩, 看样子是个在校大学生。 一个穿着外卖某团衣服的人, 他的手里还提着一袋子食物。 估计他送的外卖的那位顾客是吃不上这顿饭了。 另外还有有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孩, 他的手里抱着一打文件, 正茫然四顾。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子, 他此时正背着行军包, 手里还拿着一把枪。 他是龙国特种兵, 来到这里之前, 正在森林里训练。 与此同时, 龙国所有的电视上都出现了这五个人。 接着, 画面分成了几百个格子, 每个格子里都有五个人。 这个时刻, 世界一片恐慌,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的可是屏幕上都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很快, 屏幕再次一变, 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本国的文字, 对现在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大概意思就是, 两个未免碰撞到了一起。 蓝星世界都是普通人, 两方未免天道斗争后, 本世界的天道被吞噬。 另一个未免并不是正常世界, 天道也不想蔑视, 所以才弄出了一个游戏世界。 每个国家抽出五人。 由这五人进入求生游戏, 这五人在游戏世界得到的物资, 将在本国家得到巨线。 而在游戏中表现不好的人, 他的国家也会天灾频发。 游戏中, 得到的物资越多, 国家得到的资源好处也就越多。 这个时候, 蓝星的各个国家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河水断流, 不少的地方都出现了黑色的区域, 误碰到该黑色区域的人会瞬间变成白骨。 电视里也说了, 这些参与游戏的人员, 是本人真身进入游戏, 如果游戏中死亡, 也表示本人真的死亡了。 每个国家每死一个队员, 黑色的吞噬区域就会增多。 当然, 每个国家有三次替补的机会, 也就是说, 死了一个可以补上一个人员。 这个队员可以由国家指定, 不再是随机选择。 电视中, 游戏说明之后, 又只剩下本国五个人员的画面。 这五个人, 刚刚脑海里也灌入了这件事情的始末。 每个国家的队员都有一天的时间做准备。 同时, 他们还能对外联系一次。 这个联系时间是半个小时, 并且国家可以提供物资, 但是这个物资的重量不可以超过五公斤。 国家的民众在短暂的惊讶后, 全民进入了恐慌。 很快, 电视里的画面一变, 出现了一个二维码。 这是直播平台APP。 一时间, 无数的人扫描二维码, 下载新的APP, 无数的人登录注册。 短短半个小时, APP就有几十亿人登录上线。 APP上, 直播间按照国家分成了无数个直播间, 而龙国的人全部都进入了自己国家的直播间, 同时在线人数高达几亿。 直播间被添选的五个人, 还不知道, 自己正被几亿人注视着被无数的人品投论足。 温情带着蓝忘机, 他们来到病房的, 一便突生后, 在外的温情飞快地进了病房, 果然没有看到魏无线。 二维码出现后, 他也飞快地拿出手机, 下载登录仪器喝成。 此时, 电视已经恢复正常, 只有手机或者电脑能够登录看了。 温情把蓝忘机为宝贝几人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里有一台电脑, 他用电脑登录, 然后几人坐在电脑前盯着魏无线。 不到半个小时, 国家的中心, 电视中五个随即被选中的人的资料, 就放到了最高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而APP上, 已经有无数的人开始发言灌水了。 因为人数太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发言的。 每个人24小时, 只能发言10分钟。 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都是随机定好了的, 所以屏幕上的发言还不算太乱。 不然同时几亿人发言, 屏幕上基本是什么都看不见了。 直播间下面, 已经有不少的人扒出了几个人的身份了。 魏无线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主要是他的打扮太独特了, 看着一脸苍白, 穿着病号服, 也不知病的严不严重。 几个人的名字都被扒了出来, 只除了魏无线。 实在是, 他从被人发现就到了医院, 一直闭着眼睛睡着。 就算是军区医院的医护人员, 也一时间没有意识到, 这个人就是他们医院里躺着的那个脑死亡病号。 龙国国家领导人这会证据在一起开会。 五个人的资料放在每个人的面前, 气氛十分的凝重。 谁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有一个病号。 一号领导点了点资料, 一个被定义为很难醒来的植物人。 他是自己醒来的, 还是因为这个变故醒来的? 我看资料上说, 他们是从深山中带出来的, 其他人是医师。 不知道这个魏无线会不会医术。 蓝旺基的心里非常的难过。 他和魏英也才刚刚见面, 甚至什么话都来不及说, 就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而且魏无线刚刚才醒过来, 身体还十分的虚弱。 蓝旺基只觉得心如刀割, 恨不得以身替之。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蓝旺基也不是那种自怨自艾的人, 只会只能尽量补救了。 他早就准备好要过来找魏英, 所以他身上的准备很是充分的, 他过来没有动蓝家的财物。 但是属于他的他, 却没有放弃, 他还有儿子要养呢。 想到魏英他们去了新世界, 还要靠儿子去参加节目, 他就心疼。 所以蓝旺基身上的储物袋里, 有非常多的储物袋。 鲜门的储物袋虽然容量不大, 但是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叠价。 蓝旺基拿出储物袋中空白的储物袋, 将那些觉得魏英用得上的东西, 通通放了进去。 魏英的零件, 还有鬼迪陈寝。 大量的空白符纸, 符笔, 和饱含灵气的符纸颜料。 他可不想让魏英以血化服。 另外, 他见魏无羡穿的病号服, 把自己的换洗衣服 也放了好几套在里面。 他想了想, 又把几个储物带给了温晴。 温姑娘, 能帮魏英准备药物否? 魏宝贝开口, 琴姑姑, 还有吃的, 爹爹刚刚醒, 肯定饿了。 温晴知道时间紧迫, 国家很快也会找上门来, 这五公斤的物品传送, 也不知道储物带能不能传送。 不过有备无患, 他必须得先把东西准备起来。 接过储物带, 温晴, 你们就在这里。 我很快就回来。 说完温晴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他得去给魏无羡多配点药物。 同时, 他还打开手机, 在手机上订起了外卖。 国家这边, 已经把五个人的资料研究了个透彻。 他们看好的是那个叫习正的军人, 大学生雷天明也不错。 另外外卖员江飞也还江九。 女职员陈飞飞是个很娇气的小姑娘, 呃, 风平不太好, 娇气又坐坐。 在国家看来, 这个陈飞飞就是个炮灰的命, 很有可能还会成为另外几个人的拖累。 而唯一让他们不确定的就是魏无羡这个病号。 很快, 有人上交了新的资料, 是被卫星拍到的画面。 有个叫蓝忘鸡的人, 带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叫做温怨, 两人目标明确。 和温晴认识, 找魏无羡。 应该是和温晴一族一起的人, 但是卫星画面却拍到了不一样的画面, 让人震惊不已。 画面中, 蓝忘鸡一身古装, 脚上一柄长剑, 正在遇见飞行。 和仙侠剧中的修真者描述的一模一样。 几位领导人都不由地怀疑, 这画面真的是卫星拍到的, 而不是电视剧中的场景吗? 当然, 卫星图做不了价。 蓝忘鸡从出现在空中, 那个地方的起始点就是发现温晴一族的地方。 他通过预见飞出了森林才落地, 他大概并不知道它会被拍到, 所以只顾忌了地面上不被其他人发现, 却没顾忌上面。 几个领导人不由地交流。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修真者? 温晴一族难道就是那种隐世修真的家族? 同时, 温家的其他人资料也都被反复研究。 温晴治疗病人的非常手段, 还有温宁强大的武力值。 他们没有找到温宁预见的证据, 但是有资料显示, 温宁此人力大无比, 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能够拥有的力量。 商量了半天, 领导拍板, 直接去找温晴和蓝忘机, 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想来他们也十分担忧魏无限的安全。 其他几人的家人也都联系到了, 家人也都派人去联系了。 半个小时的联系机会, 在一天的准备时间里要合理地安排。 等到温晴把两个储物袋都装满了用得上的药材之后, 回到他的办公室, 此时办公室里已经摆上了许多的外卖。 蓝忘机知道, 这些食物肯定都是温晴买给魏英的, 还好储物带有保鲜的作用。 他把这些外卖一股脑的都装进了储物袋。 他甚至有些懊恼, 自己的储物袋带得太少了。 早知如此, 他怕不是要带上百八十个储物袋。 没等多久, 就有军人找上门来, 温晴还有蓝忘机一人抱一个小朋友, 淡定地跟着军人离开。 他们下楼, 就遇到了被请来的温宁。 几人会合, 然后一路无话, 被送到了一处检查严格的地方。 到了地方, 他们见到了一些普通人, 据说这都是另外四个人的家人, 在他们来之前, 已经被谈话了。 蓝忘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被请了进去, 在里面他们看到了国家的领导人。 其他人都在电视上见过他们。 但是这几个人, 蓝忘机是刚刚来的, 温晴温宁也忙得很, 对于龙国的领导人, 他们是真的不清楚。 见到几人, 领导人也是态度很好。 一上来, 他们就在旁边的大屏幕, 放出了蓝忘机遇见飞行的画面。 蓝忘机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世界的高科技, 让他的行为都无所遁形。 看到自己遇见被人发现了, 还挺意外的。 领导一号, 这个是龙国卫星拍到的画面, 至于其他国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温晴十分淡定, 嗯。 如你们所见, 韩光君是修仙者, 魏无羡同样也是, 他的手段并不一般。 领导人十分诚恳, 我猜到你们可能是隐士的高人, 国家需要你们的帮助。 之后的联络, 还望诸位能够在魏同志那里美言几句。 蓝忘机虽然不想有人死亡, 但是话还是要先放在这里, 我有条件。 我希望我能作为替补人员。 蓝忘机的实力有多强, 国家不知道, 但是冲着他能遇见飞行, 这点就比那些所谓的特种兵 要强得多了。 蓝忘机提出作为替补人员的要求, 国家求之不得。 一个能够遇见的修士, 虽然没有见识到他的强大, 也能够想象。 剑蓝忘机得到替补机会, 温宁极了, 连忙开口争取, 我, 我也, 要去。 温宁也是金丹修士, 领导们对视一眼, 他们的替补人员本来安排特种兵兵王, 一共三个替补机会, 真的要让这神秘的人占去两个吗? 事实上, 他们想不到, 有了魏无羡和蓝忘机的组合, 其他人是没有机会死亡了, 温宁都不一定有机会替补上去。 商量好了, 蓝忘机又说了储物袋的事。 领导人也连忙拿出了应对措施, 只希望能够让那五人能够在之后的行动中有个好的发挥。 看到五公斤的物资, 还有储物袋放在其中。 蓝忘机想了想, 把陈情鬼笛从储物袋中拿了出来, 将一把匕首放进了储物袋中。 领导人并不明白蓝忘机为何要放一只笛子在物资中。 但是这个笛子看起来寒气森森, 绝对不是普通的笛子。 话说被选中的五个人, 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 大家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现在他们还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 他们在一处纯白的房间里, 在交代清楚了所有的事情后, 房间里有了床、沙发桌子等物品。 另外桌子上还有五个玻璃瓶。 上面的说明表示, 这是营养液, 可以保证大家24个小时不会饥饿。 作为军人的席正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他看了营养液的说明后, 给在场的人一人分发了一瓶营养液。 在场的四人都是经过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洗礼的人, 虽然不可思议, 但是他们都是有基本认知的。 除了胃无限, 而且他还是刚刚醒来, 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身体软弱无力, 虚弱无比。 他不太理解现在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知道, 现在有十二个时辰的准备时间。 这十二个时辰, 他们五人将会共处一室。 另外, 房间还有个小门, 里面是卫生间, 门上提醒到, 小门里属于隐私区域, 也就是里面不会被直播出去。 拿到营养液后, 听说了营养液的作用, 魏无限二话不说, 就打开瓶子, 把营养液喝了下去。 很快, 饥饿的肚子里有了饱腹的感觉, 魏无限也渐渐生出了一些力气来。 观察了一下房间的构造, 魏无限缓慢地走到沙发边上, 窝进了沙发, 闭上了眼睛。 他刚刚醒过来, 之前魂魄四分五裂, 他知道的事情不多, 他是大概知道他带着温家来到了新世界。 他不明白, 为何陷进了灵魂的自己, 还能有完整的灵魂并活过来, 但是能够看到活着的宝贝, 就是他最大的安慰。 之前他还来不及, 查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现在没那么饿了, 就窝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 想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况。 其他人见魏无限, 一脸苍白地蜷缩在沙发里闭着眼, 心里都非常的担忧。 他一身病好福, 也不知是什么病言不严重。 看这个样子妥妥的炮灰, 也不知道到时候能够活多久。 陈飞飞鄙视地看了一眼魏无限。 可惜了, 长得这么好看也是个炮灰命。 魏无限闭上眼睛, 用原神查看自己的身体。 说实话, 他非常意外, 自己原本的身体有多糟糕, 他是知道的。 而现在, 他的经脉畅通, 如同心生儿一般。 还有丹田, 原本经过剖单, 而被割断的经脉通通, 恢复了原状。 魏无限狂喜, 这么说来, 他能够再次修炼了。 他试着吸收灵力, 却发现这个地方的灵力十分的充足。 正要按照原本修习的功法运行吸收入体的灵力, 他却发现脑子里多了一篇功法。 魏无限想了许久, 才发现这功法是小时候他娘教给他的。 他三岁的时候就到背如流, 只是后来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呢? 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魏无限看过功法后, 就发现娘亲教的功法要比他原本修炼的功法好得多。 于是他就放弃了原本的功法, 改修这部新的功法。 魏无限一直闭着眼睛, 在其他人看来, 就是这个病号虚弱无比。 其实魏无限这个时候是在争分夺秒的修炼功法了。 经脉畅通, 而且还有过一次修炼的经验, 几个小时后后, 魏无限就已经炼气入体了。 充足的灵力, 还非常的纯净, 都不用怎么炼化。 魏无限沉浸在修炼中, 炼气一层, 二层, 五层, 一直到了炼气七层。 魏无限这才听到有人在喊他, 睁开眼睛, 才发现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了。 国家那边也在APP上找到了通话的入口, 对被选中的五个人发起了通话请求。 房间的一面墙上, 有一个非常大的屏幕。 此时正想起音乐, 上面有着接受和拒绝联系的选项。 习正见此, 连忙喊醒了所有在休息的人。 其他人其实都没有睡着, 一听到动静就起来了。 只有魏无限, 习正叫了好几声他才睁开了眼睛。 习正皱了皱眉面上闪过担忧, 不过他还是觉得魏无限的脸色比之前好了许多。 那屏幕是触屏的, 见大家都清醒了过来, 习正走上前去, 点击了接受通话。 屏幕一变, 他们就和国家那边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 玄正世界天空中的水晶也变化了样子。 天空中洒下了无数的光点, 这些光点落入到了底下的人身上, 飞快地融入了身体。 然后, 玄正的人就发现他们的眼前多了一个屏幕, 和水晶里那些人用的APP一模一样。 下面也有发言的地方。 于是, 有大胆的修饰试着发言, 很快就看到了公屏上出现了自己说的话。 不过这个发言也是有限制的, 一人一天只能说一句话。 魏无羡大魔头, 我希望他很快就死掉。 对, 三千人死于魏无羡的手, 他就是个杀人狂魔。 真的有三千人吗? 不夜天不是还有那么多人下来吗? 三千人不是总数吗? 死完了? 当然, 怡灵老祖啊, 鹰虎福一出, 水雨争风, 三千都说少了。 应该有五千人都被魏无羡杀了。 习正接通视频后, 就见到了在一个大房间里有着许多人。 国家的几位领导人都在, 首先是对他们表示了慰问还有鼓励, 之后又让他们五人的家人跟他们说了话。 因为时间紧, 每个人和家人也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说话。 那些家人无不是对着自己的亲人痛哭, 觉得被选中了多半是回不来了。 现在谁还没有被普及关于这种诡异降临的事? 习正作为龙国的军人被违以重任。 几位领导人也是对他一番叮嘱, 让他要带好队, 让他保护好大家。 对于魏无羡, 国家实在是不了解, 只能让蓝忘机, 他们自己来。 看到蓝忘机, 魏无羡一愣, 很快他就开口, 蓝湛, 你照顾好宝贝。 他们之间的事情, 现在并不是一个说开的好时机。 想来蓝湛知道, 魏宝贝是他儿子后, 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蓝忘机, 魏英, 你照顾好自己, 陈琴我带来了。 还有, 这幅不要用血, 有颜料。 我等你平安归来。 温情, 魏无羡, 我们给你准备了东西, 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传过去。 如果能收到, 里面有给你准备的养生药, 记得按时吃。 魏宝贝, 爹爹, 你要快点回来, 我和阿怨弟弟会给你加油的。 温宁, 魏, 公子, 你最厉害。 来的人每个都和魏无羡说了, 而这个时候, 国家领导人也收到了消息, 算是突发情况。 因为, APP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ID, 那些人在说, 魏无羡是个杀人狂魔, 杀了很多人。 当然, 国家这些领导人并不是那种听信传言人云亦云的人。 他们看得出来, 魏无羡并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人。 他和家人之间的感情做不了价, 甚至他的眼中都没有力气, 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变态该有的表现。 但是, 面对这个情况, 领导人还是要询问的。 你好, 魏同志, 刚刚收到的消息。 APP里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 领导人将一张纸放在了前面, 魏无羡就看到了那些他们收集来的红色ID名的发言。 总之, 没有一句好话。 魏无羡吃笑一声, 并不放在心上。 不过他还是表态了, 诚如你们所见, 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世界把这种叫做什么, 但是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人逼得无处容身的可怜人。 我没有想到我会被这奇怪的东西选中, 但是我既然来到了这个国家, 我的家人也在这个国家生活。 我也愿意为龙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但是同时, 我也希望龙国能够保护好我的家人。 希望在此期间, 他们不会受到打扰。 龙国的人并不知道魏无羡到底多大的本事, 但是看那些发言就能发现, 魏无羡在他们那个世界, 杀伤力不小于一台火箭炮。 想来一个扛着火箭炮的人想要杀了三五千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三五千人也不是不会反抗的站着让他打吧。 龙国这边的人, 虽然有不少的人都是在网络中见惯了网络的黑暗的人。 但是, 现在这个人是天选之人, 是他们的希望。 不管是不是炮灰, 就算是死也是要被定义为烈士的那种, 当然就有许多看不惯的人要开口对回去。 笑死, 三五千人打一个, 被人反杀了, 怪人家是杀人狂魔, 你们没病吧? 你们若你们有理。 像游新生, 魏无羡小哥哥长得这么好看, 通过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不管, 我的三观跟着五观跑。 负义, 长成这样的线线, 确定不是那三五千人的错。 就是就是, 与这样一张脸为敌, 就是错得离谱。 虽然在网络上说的热闹, 但是龙国的人根本就没当回事, 他们也想不到魏无羡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而且也没有听说哪里死过三五千人, 在龙国, 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肯定就是惊天大暗了。 现在的黑子, 越来越不专业了, 黑一个人也不知道找点靠谱的借口, 就算你说他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 也比说人家是杀人狂魔好得多呀。 听说那魏无羡还是军区医院的病人呢? 人家军队会放这样一个杀人狂魔, 在医院还好好的治疗吗? 真是这样的人早就让人安乐死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国家也跟五个人沟通好了, 他们也看到了国家给他们准备的物资。 另外四人心里都奇怪, 不知道为何物资里会有一只笛子, 还有荷包。 如果说, 荷包装了药, 还说得过去。 笛子就有些奇怪了, 总不能等下他们进行任务的时候, 魏无羡还给他们吹曲子助兴吧。 不过那都是魏无羡的东西,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人家有一公斤的份额, 这两样也没多少重量的。 联系完之后, 两边也选择了转送这五公斤的东西。 就很神奇, 也不知道是怎么认定的。 原本放在联系地点的五公斤的东西, 眨眼间就在所有的人面前消失了,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魏无羡他们所在的地方。 这会国家和五人的联系已经断了, 不过在直播间里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 五公斤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他们房间的桌子上。 魏无羡刚刚就看到了自己的陈情, 还有储物袋, 他心里也没底, 储物袋到底能不能传送过来。 这会看到桌子上储物袋传送了过来, 他心里暗自窃喜, 也不知道蓝忘机给他准备了些什么东西。 大家都围到了桌子边上, 开始翻看起这些东西来, 同时也商量着要怎么分配。 魏无羡静止拿了笛子和储物袋就走开了。 先门的储物袋需要用灵力或者是神石才能打开, 普通人拿着也只是是一个普通的荷包而且。 拿到储物袋, 魏无羡就开始用神石查看里面的东西。 没想到储物袋里还有好几个储物袋, 另外还放着一封信。 魏无羡抬头看了一眼其他人, 转身就去了卫生间。 卫生间是隐私位置, 进入那个房间不会被直播出去。 魏无羡来到卫生间后, 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储物袋里的信, 看信封上的字迹, 就知道是蓝湛写给他的。 魏无羡进入到卫生间后, 就先取出了蓝忘机写给他的信。 这个时候,蓝忘机也不会多说其他的。 只是把储物袋中的东西都交代了一遍, 另外也把他被人科普知道的事情告诉了魏无羡。 之前魏无羡很猛,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所有人都能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魏无羡不懂啊, 一直都是在状况之外的,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问, 好像大家都明白的样子。 蓝忘机在信中就根据他被人科普后, 他的一些看法。 大概就是, 两个未面碰撞, 本世界天道被吞噬。 另一届天道也没想着灭世, 他本就是吞噬了天道壮大自己, 不至于把这个世界给灭了。 但是两个世界又格格不入,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场特殊的考验, 他们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天选之子了。 通过考验之后, 就能为自己的国家带来资源的分配。 而通不过考验的国家, 那么对不起了, 就要被另一个未面所覆盖侵蚀。 也不知道是冥冥中注定, 还是怎么回事。 前一段时间, 关于国运生存挑战的小说, 风靡了整个世界。 所以突然降临这样诡异的事, 全民都接受良好。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是理所当然。 嗯, 除了魏无羡他们这群外来者, 知道有两个储物袋是准备给其他人员的, 魏无羡也没打算, 现在就让他们知道储物袋的存在, 先看看情况吧。 有了储物袋都算是龙国开挂了, 别的国家就真的是五公斤物资呢。 想着储物袋里叠加的一堆储物袋子, 里面的东西五百公斤都不值了, 前期还是低调点吧。 看完了东西, 魏无羡换下了身上的病号服, 蓝忘机在信里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还是提了一句蓝是抹鹅, 非父母妻而不可触碰, 却又在送来的衣服之上放上了他的抹鹅, 其意思不言而喻了。 魏无羡也早就知道了蓝忘机的感情。 这个时候, 他不能与蓝忘机互诉忠常, 但是他穿好衣服后, 却把蓝湛的抹鹅当做发带扎在了头上, 蓝湛看到后应该能明白他的意思吧。 魏无羡从卫生间出来, 大家都看向他。 魏无羡怂怂肩, 别看我, 卫生间为大家准备了换洗衣物。 衣服都是国家给准备好的, 魏无羡从两个储物袋里拿了四人的一些东西 放在卫生间里。 一人一个大大的背包, 有衣物有洗漱物品, 有压缩食品, 还有武器, 魏无羡自己也不例外地拿着一个包出来。 反正东西都是从卫生间拿出来的, 说是这个什么系统准备的, 别人也不知真假。 至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 那谁知道呢? 说是准备24个小时, 看起来时间还算充足, 真要算起来, 也不过是眨眼间就过去了。 很快, 所有被选中的人都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请诸位选手做好准备, 准备时间已结束, 即将开始投放游戏世界。 听到提示音, 龙国的五位人员将自己的东西都收好, 飞快地背上从卫生间拿出来的大背包等待。 随着系统倒计时的声音, 10、9、8、3、2、1, 所有人眼睛一按, 接着场景变换, 他们就出现在了另外一处地方。 这个时候, 其他国家都发现了龙国选手的不同, 因为他们国家的选手, 五公斤的东西, 再怎么压缩, 看起来也不是很多。 但是龙国选手, 一人背着一个大背包, 怎么看也不是五公斤的东西。 虽然他们中有一个军人, 一开始就有装备武器, 其他国家的人都在抗议, 在公平里发起刷屏, 举报龙国开挂作弊, 但是那系统根本不予理会。 其他国家对民众发起倡议, 让所有人都刷屏龙国作弊开挂。 最后, 系统也在所有国家的聊天界面 给予了回应。 经检测, 龙国无开挂现象, 物资传输为正常操作。 而龙国的民众这个时候 也开始了对其他国家。 我们根本就没有作弊, 他们都是从卫生间里拿出来的物资。 你们的人自己没有好好搜索房间, 怪我们开挂。 真的是我们的人不够细心吗? 他们期间都有上卫生间吧? 没有看到包裹吗? 我们的人一直在养精蓄锐, 没有四处查看啊, 再说那个房间一目了然, 谁会翻啊? 一些国家的人也陷入了自我怀疑, 难道真的是他们的人忽略了? 休息的房间里还有隐藏起来的物资。 可惜的是, 他们现在没办法和选中人员沟通, 就算公平上许多人辱骂自己国家的人员不够细心, 那些人也不知道了。 魏无羡觉得这转换场景跟传送服传送也差不多, 一眨眼, 他们就不在房间里了, 出现在了一片森林中, 系统机械的声音响起, 求生游戏第一关, 在十天的时间好好活下来。 得分最高的国家, 随机泯灭三处黑雾之地, 转化为水资源。 系统没有明确地说这个得分机制是怎样的, 反正第一阶段就是好好地活过十天呗, 肯定是过得越好, 得分越高。 不管看直播的观众怎么说, 这边五人在树林中, 没走多远就遇到了情况。 习正手一台, 让正在行尽的众人停下来。 有情况, 习正的目光四处看了一下, 见到不远处有块大石头, 连忙往石头那里跑去, 其余几人下意识地跟上。 这是一块巨石, 习正跑到巨石处走转过身, 有巨石作为后方, 就不会出现腹背受敌的情况。 哦哦, 正在看直播的蓝忘机, 一下就站了起来, 不好, 卫英它怕狗, 怎么办? 本来他们就还没有离开会见领导的会议室。 蓝忘机这一下, 倒是让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不知谁说了一句, 听声音应该是狼吧? 怕狗的人也会怕狼吗? 不管蓝忘机有多担心, 这五人靠着石头, 远处接连不断地出现了狼好声, 看样子, 数量还不少是狼群。 习正到底是有着丰富丛林生存经验的特种兵, 乘着狼还没包围过来, 他飞快地收拢了周围的枯枝树叶, 燃起了一个火堆。 习正知道, 丛林向来都是有群狼出没, 他看了一眼队友们, 女孩子陈飞飞是指望不上了, 还有个病号, 他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能够拿起武器的估计也就雷天鸣和江飞了。 这个时候, 他们也不能跑, 要知道, 在丛林里, 人两条腿是跑不过野兽四条腿的。 听到狼好声, 陈飞飞吓得发抖, 而胃无限已经脚软了。 他原本想着, 自己能够修炼了, 怎么也不会成为拖后腿的那个人。 谁知道, 一来就遇到了狼, 那狼和狗长得也差不多。 他只要一想到狗, 整个人就含毛直竖, 浑身颤抖。 大家都知道, 野兽都怕火, 习正飞快地说道, 快快, 多捡些干柴, 烧一堆火, 好歹能够震慑狼群。 胃无限缩在后面, 反应有点迟钝, 但是听到习正说火, 下意识地就从储物袋里摸出一把烈火符塞到怀里。 在收到储物袋后, 他可是在卫生间里, 躲着画了不少的符咒。 有符纸有颜料, 不用他出鲜血。 虽然他的修为, 才练气期的修为, 他没有修为都能画符, 现在是练起修士, 符咒更是手到擒来。 在卫生间躲半个小时, 他就狂画了几百张符咒。 要是被仙门百家知道了, 他们也只能说一句, 不愧是夷灵老祖。 他画的只是些基础符咒, 一些简单的五行符咒, 烈火符, 凝水符, 流沙符, 还有让武器削铁如泥的锐金符, 目属性回春符。 不画不知道, 魏无羡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会这么多种类的符咒了。 他找遍记忆, 也找不到这些符咒, 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他从这个新的世界醒来, 总觉得有那么一些不对劲。 比如说, 脑子里新的功法, 还有相当于一部符咒大全的记忆。 他的记忆里, 好像是他娘教他的。 但是想想就不对, 他娘死的时候, 他还不到四岁, 谁会教一个三岁娃娃这么多东西啊。 玄政天道深藏功与名, 我自家崽子, 送出去给别人, 还不能给他留点好东西啊。 想想就心疼, 两个多好的崽崽啊, 就要送给别人家才能过得好好的。 可能是怀中的符咒给了魏无羡勇气。 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脑子里突然出现一股记忆。 他娘把他抱在怀里, 坐在高高的树上, 两人一起看下方他爹未尝则, 斩杀狼腰。 娘说, 阿英不用害怕, 爹娘会保护好你的。 后来他在遗陵流浪, 总是被恶狗欺负,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恶狗都是被人驱使专门用来对付他的。 他一开始是不怕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的呢? 是关于爹娘的记忆渐渐地在脑海中模糊, 是自己越来越认命。 不! 他为无羡什么时候认命过? 就算万鬼是身, 他还不是献祭灵魂换回了儿子的命。 他是修士, 狼有什么好怕的。 娘说了, 他们永远都会保护好他的。 魏无羡想着, 宝贝还看着他呢, 看到他这副怂样会不会非常失望啊? 魏无羡的目光渐渐清明起来, 因为恐惧而无力的身体也有了力量。 他从地上站了起来, 旁人只看见魏无羡突然站起来, 往小火堆里丢了张纸, 轰的一声, 小火堆一下就变成了大火堆, 吓得火堆旁边的陈飞飞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振作起来的魏无羡行动飞快。 几张防御符飞快地拍出, 给队友们的身上都加上防御符, 这样能够免去他们受到伤害。 借着身后的背包, 魏无羡取出了一把长剑。 正是他的零件随便, 火计, 我们终于能够再次并肩作战了。 其他人的背包里都有武器。 习正手里拿着枪, 雷天明和江飞剑魏无羡拿了长剑, 都想起了背包里好像还有把砍刀。 于是都飞快地放下背包, 把刀拿出来, 还不忘提醒陈飞飞拿出武器。 陈飞飞知道狼群马上就要来了, 这会只能靠着火堆, 即使火堆的热量让他汗水直流, 也不敢离开一步。 魏无羡摇摇头, 他没有觉醒前还不如陈飞飞呢。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烈火符, 蹲到陈飞飞面前。 陈姑娘, 我知道你害怕, 但是狼都害怕火焰, 你这里很安全, 但是, 如果火灭了也是很危险的, 这个给你, 你守着火堆, 看到火焰小了就丢一张进去。 记住, 一张符可以燃烧的时间很长, 不能浪费, 不然就没得用了。 刚刚魏无羡突然用纸让小火堆变成了大火堆, 此时他拿出一叠黄纸, 陈飞飞也不得不信。 他接过一叠符纸, 眼里也渐渐有了神采, 好, 我一定守好火堆。 魏无羡, 你要小心。 娇气作作的姑娘,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终于有了让人放心的样子。 其他人也不由地松了口气, 要是一直捂着耳朵尖叫, 那他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总不能让他用高分贝阴弓下退狼裙吧。 这是什么纸啊? 是什么新型的燃烧材料吗? 我觉得那些只看起来很像符咒, 我家爷爷去世的时候就贴了不少。 符咒? 怎么可能啊, 说是什么耐烧的新型材料我还信, 但是符咒, 不要封建迷信啊, 喂。 他们都被传送到另外一片空间了, 你们还觉得这是迷信啊? 我还在想会不会出现鬼魂之类的东西。 嗯, 这么一说, 小说里恐怖降临也不是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幻境啊? 什么高科技的产物? 这个时候, 红色的信息又出来找存在感了, 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见识。 魏无羡是怡灵老祖啊, 他最擅长的就是画符了。 老祖,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大徒弟啊, 你还没教我画符呢? 上面那位, 你是真勇, 不怕被追杀吗? 要知道, 跟魏无羡扯上关系的人, 仙门百家都不会放过的。 上面的那位你也很勇, 这话也敢说。 不说公平礼怎么扯皮, 魏无羡眼里, 已经出现了野兽的身影, 无数的体型巨大的灰白色狼 出现在众人眼前。 见到巨狼的人无不到稀凉气。 江飞语气紧张地问道, 习, 习哥, 我第一次见到狼, 狼都这么大的吗? 狼群越来越近, 似乎都能闻到 他们那血盆大口中的腥臭气息。 魏无羡看着这些狼, 不由地想起 幼年时撕咬他的那些恶犬。 随便出窍, 银亮的剑刃 闪到了大家的眼, 那上面灵力发出的光芒 都被人下意识地忽略了。 魏无羡手持随便, 冲了出去。 他的身形无比轻快, 冲入狼群, 手中的长剑 如同穿花蝴蝶一般, 每一剑出, 就能收割一条生命。 在魏无羡的眼里, 这会他已经不是站在森林的狼群战场上了。 他此时正站在仪林, 大街小巷中, 一条条恶犬被他收割。 小小的魏英被他救了下来, 有了他的保护, 不再害怕恶狗, 而是拿着棍子当作长剑, 玄妙地见招地对准了恶狗。 魏无羡下意识地跟着小魏英手中的招式学习。 他手中的随便好像更随便了, 轻松地翻飞尖, 群狼肉眼可见地减少。 习正举着手里的枪, 一脸地不可置信, 他的身后站着雷天明和江飞, 两人也紧紧地盯着战场。 此时的公平, 剑客魏无羡。 震惊我一整年, 以为是个病号, 结果是个大佬。 我以为是习正兵哥哥带着大家飞, 魏无羡是拖后腿的那个。 我错了。 是我剑士浅薄了。 云梦江宗主, 怎么可能? 魏无羡为什么不怕狗了? 他不是见到狗就耸得发抖吗? 为何还能杀狼? 顾苏兰是大长老, 你们看魏无羡的剑法, 真的是玄妙非常啊。 之前就听说魏无羡剑术了得。 魏无羡这么高的剑法造诣, 为何射日上从来不用剑? 废话, 用轨道, 有凶尸在前面开路, 谁还拿剑上去打呀? 一场原本会很惨烈的战斗, 就这么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就连席政都没捞上动手, 在场的就没有能够站着的四只脚了。 一地的狼狮, 在所有的狼都被杀死之后, 尸体如烟一般消失了。 现场留下了一个金色的箱子, 系统的播报也在所有的直播间响起, 恭喜龙国完成丛林首杀, 击败狼群, 获得黄金宝箱。 这, 魏无羡从那种奇妙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茫然四股, 却不见任何的巨狼尸体。 他的不远处还有个箱子, 他下意识地上去打开了箱子, 里面有三件东西, 一个旗子, 一个令牌, 一个很大的保鲜盒。 保鲜盒上写着, 新鲜狼肉二十斤, 保质期三天。 旗子旁边有个说明, 安全旗, 可建立安全屋, 覆盖面积五十平米。 而令牌就不一般了, 上面一个大大的T字, 一旁有说明。 这个令牌的作用是换下一名成员, 由替补队员补上, 而不用非得等人死了才换人。 魏无羡的眼睛都瞪大了, 之前就知道能够有三次替补机会, 要等到人死了才有可能换人。 现在也就是不用死, 也可以换下人了。 这会其他人也围了上来, 看他们这次的收获。 有了食物, 还有了能够建立安全屋的道具, 还有替换令。 三道火热的目光, 盯在了魏无羡拿着的令牌上。 他们中, 习正肯定是不会要求换下去的, 而另外三个人, 都是普通人。 雷天明还是在校大学生, 江飞年纪也不大, 陈飞飞是个女孩子, 不管替换谁都不公平。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眼中都是渴望。 魏无羡, 我建议给陈姑娘用, 她一个姑娘, 我们四个男人, 生活不太方便。 习正也开口了, 女士优先。 雷天明和江飞都不说话, 他们也知道, 这个机会是应该让给陈飞飞的, 但是他们谁都不想死。 习正是特种兵, 在这丛林里肯定生存下来的几率, 肯定比他们大, 而魏无羡, 就凭他刚刚那一手杀狼的本事, 也说明他不是普通人。 但是他们是普通人啊, 在今天之前, 他们别说是杀狼了, 杀鸡的机会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事, 他们当然也害怕, 但是他们也知道, 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他们回去了, 估计也是被全国人民网死里骂, 他们的家人也会抬不起头来。 魏无羡大概明白两人心中所想, 走过去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们死的。 大概是魏无羡的本事, 让两人充满了安全感, 很快两人就释然了, 陈飞飞, 你回去吧, 以后好好生活。 这个时候, 在直播间里的人都沉默了, 他们谁都没有资格责怪陈飞飞的退缩, 换上自己, 说不定还没有人家小姑娘表现好呢。 这个时候, 蓝忘机已经紧盯着直播间了, 想到马上就能替补上去, 和魏英并肩作战能保护她, 她就激动得不能自己。 国家的领导人脸上也都是喜色, 他们当然也不希望是有人死掉, 但是也希望能够换上更强的人进去。 现在有了这个替换令,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魏无羡把替换令给了陈飞飞, 陈飞飞把令牌接住。 她拿着令牌翻来覆去地看, 就见那T字下有个小红点, 像个开关, 她下意识地就点了一下, 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是否使用替换令。 陈飞飞立马回答, 是是是。 下一秒, 陈飞飞就消失在众人眼前, 而这边蓝忘机只来得及安慰了一下儿子, 也消失在了大家的眼前。 之前联络的时候, 魏无羡就知道, 蓝湛自愿成了替补。 果然, 陈飞飞消失后, 出现在她面前的人就是那个熟悉的身影。 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 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蓝湛, 魏英, 别怕, 我在。 感觉到蓝湛在颤抖, 魏无羡抬起头, 看到蓝湛红红的眼睛, 突然就明白了蓝湛的意思。 蓝湛, 我不怕了, 不要担心。 宝贝还好吗? 蓝湛红放开魏无羡, 仔细看她的脸, 确实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到惊慌, 这才放下了心, 那就好, 宝贝很好, 让你加油。 魏无羡提起宝贝就笑得开心, 她开口道, 对了, 蓝湛, 你怎么知道我怕狗啊? 蓝湛红, 又时听学, 见你被狗追到树上。 我想帮你, 你在树上不肯下来。 都说魏无羡的记性不好, 没想到蓝湛红这样一说, 魏无羡就想起来了, 啊, 是那次啊, 我说你怎么一直站在树底下不走呢? 她嘟嘟嘴, 我在树上吓得不得了, 又怕你罚我, 在心里把你骂了好久才把你骂走。 蓝湛红, 你高兴就好。 两人简单地聊了几句, 魏无羡就把蓝湛红带到大家面前, 这是我们的新队友, 他叫蓝望鸡。 他很厉害哦, 蓝望鸡对大家行了个平背礼, 多谢诸位照顾魏英。 几个人一起默默地收回了准备握手的手。 配着蓝望鸡这一身长袍, 他好像一个从仙界下凡的仙君啊。 他们几个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忙学着蓝望鸡的动作回了一礼。 哪里哪里, 都是为哥在照顾我们。 蓝, 蓝哥,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魏无羡笑眯眯的, 对蓝哥这个称呼乐不可知。 代表蓝望鸡回话,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让韩光, 呃, 你们蓝哥带你们飞。 公平上, 天啊, 蓝望鸡真的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君啊, 对着别人都是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 对, 他只对魏无羡小哥哥不同, 那一脸的温柔, 啊, 磕死我了。 就我一个人怀疑两人是穿越者吗? 他们身上一点现代人的影子都没有。 对对对, 那些电视剧里的古装男神, 在两人面前都弱爆了。 那些人身上缺少一种底蕴, 演不来的。 你们看到那些红色的信息了吗? 你们看他们的名字, 像是现代人吗? 什么长老, 散修, 仙子, 宗主的。 话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来自修真界, 你们都看到魏无羡用的符咒了吧? 如果看到他们遇见飞行, 我一点都不意外。 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 他们把蓝望鸡称为韩光君, 魏无羡称为夷灵老祖吗? 这两个名字, 一看就是一正一邪。 啊, 我已经挠不出一步正道楷模, 爱上魔道天骄, 两人相爱相杀, 最终却不能相守的玄幻虐闻了。 楼上的, 笔给你, 开同人吧。 结局一定要, HU。 最终两人穿越异解, 厮守一生。 而红色的信息, 好像都每空搭理这些人的弹幕, 却在一同问责篮架。 屏幕上一溜的, 要蓝家给个交代。 蓝宗主, 这韩光君和仪灵老祖有了首尾, 蓝家不应该给个交代吗? 这不夜天死的人可不少。 这样的问话还有很多, 但是蓝家也不是软弱的。 面对这么多的责问, 毫不慌张。 ID名叫蓝家长老的蛇战群雄。 不夜天, 蓝家同样损伤惨重, 穷其道, 金灵台, 蓝家死的人最多, 金家不该给我蓝家一个交代吗? 蓝室, 韩光君从少年时变逢乱必出, 在摄日之争上更是立下赫赫战功。 他和仪灵老祖在摄日上关系如何, 大家也是见过的。 韩光君的名号也不是我们蓝家自己给的, 而是众修士以及百姓给的。 韩光君一生无愧天地, 无愧家族。 诸位都是参加过韩光君葬礼的。 我蓝家韩光君已先世, 来世之事, 蓝家不管也管不到。 韩光君一生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先门, 对不起蓝家之事, 若是有人污蔑韩光君身后名, 蓝家必将追究到底。 因为一个人一天只能发一条信息, 这些话并不是蓝家大长老一个人的账号发出来的, 而是不同的ID待发的。 但是这蓝家态度强硬, 先门百家的人只能在心里付费一阵, 公屏上竟然一时间没人说话了。 这边魏无羡给大家介绍蓝望机后, 就准备继续赶路。 魏无羡身后的大包 已经到了蓝望机的身后背着了。 蓝望机的理由是, 魏无羡刚刚才从昏迷中醒来, 身体还虚弱。 要不是魏无羡极力反对, 蓝望机都要把他也背到背上了。 有了安全棋, 他们就要继续赶路, 在天黑之前,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作为晚上的夜宿的地方。 说是在丛林里的存活十天, 但是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躲上十天就行。 他们到了这个地方, 身上就多出一张简易的地图。 他们必须要在十天之内, 赶到地图上指定的范围内就行了。 路程并不是很远, 正常进行的话最多五天就能赶到。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路肯定不会太平, 第一天就是狼群, 后面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丛林里的环境十分地恶劣, 一路上独虫随处可见, 地上也是荆棘丛生, 几人走起来十分地艰难。 蓝望机手中拿着碧尘, 在前面开路, 不管是荆棘还是独虫蛇蚁, 都被他处理得干干净净, 魏无羡在后面跟着。 那就是如履平地, 魏无羡空着手。 在蓝望机的身后, 一边走还一边东张西望, 那样子哪是来冒险求生的呀, 根本就是来观光旅游的。 魏无羡的身后跟着江飞和雷天明, 两人的脸上都有着不敢置信的梦幻感, 他们这是抱上大腿了, 不用死了。 见魏无羡一副很放心, 还有闲心东张西望, 他们也跟着放松下来, 这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魏无羡就已经够厉害了。 又来一个觉得魏无羡柔弱不能自理, 一副保护者姿态的蓝望机。 看魏无羡那全心依赖完全信任的样子, 他们不能想象, 这蓝望机到底有多厉害。 看着一块挡路的巨石, 被蓝望机随手推开, 轻松地像推纸箱一样, 他们只剩下麻木。 习正跟在队伍的最后, 他手中拿着枪, 神色并没有雷天明和江飞脸上的轻松。 要不说, 不愧是军人呢, 时刻保持着警惕。 在天要黑的时候, 他们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夜宿之地。 那是一个山洞, 位置比较隐秘, 还是为无限东张西望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的。 山洞口比较小, 被藤腕遮住, 里面空间还比较大, 足够他们几个人休息了。 山洞的不远处还发现了一处水源。 约定好了住处, 魏无限就把之前得来的安全旗插用了一根棍子, 插在了山洞中间的位置。 一股特殊的能量覆盖了整个山洞。 魏无限一行人找到夜宿的营地后, 早早地就弄了晚饭吃饱喝足, 然后休息了。 山洞里有安全旗, 晚上绝对的安全。 这是安全旗的说明, 但是大家也不敢全信, 习正就商量大家轮流守夜, 魏无限没同意。 本来就走了一天的路了, 大家精神紧绷, 已经很累了, 要是还要守夜人怎么受得了? 这个时候就看他的本事了。 魏无限翻出伏笔, 也没有符纸, 只是占取了特殊的朱砂颜料, 在山洞四周的洞壁上画符, 分八个方向画符。 当即就设下一座符阵, 设完了之后, 他还特意让习正去外面测试。 他心念一动, 符阵起, 习正在外面想尽了办法都进不来。 这下他总算放心了, 回到山洞, 就进了他自己的帐篷, 很快就呼呼大睡起来, 当兵的人, 都有一个说睡就睡的本事。 只有休息好了, 才有更好的精力去应对更多的危险。 反而是江飞和雷天明, 都是熬夜选手, 在帐篷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蓝忘机扎好了一个帐篷, 打算给自己扎帐篷的时候, 被魏无限拦住了, 拦战, 我们用一个帐篷吧, 我有话跟你说。 蓝忘机的眼中闪过慌张的情绪, 耳朵悄悄地红了起来, 魏无限把人拉到帐篷中, 一张隔音符, 让帐篷里一点声音都传不出来。 狭小的帐篷内, 魏无限盘坐着, 手肘放在膝头上, 双手撑着下巴, 一脸闲适地看着一脸紧张的蓝忘机。 蓝湛, 坐啊, 别担心, 我用了隔音符, 我们说话, 别人听不见的。 蓝忘机在魏无限的目光中, 盘坐了下来。 魏英, 你身子可还有不适。 魏无限摇摇头, 没了, 我重新修炼了, 现在是练起七八层, 身体棒棒的。 蓝忘机敏民嘴, 想到他来到这个世界所消耗的能量, 那是他从姜婉银肚子里挖出来的金蛋。 他不能骗魏无限, 魏英, 我挖了姜婉银的金蛋。 他以为魏英会责怪她, 会恨她浪费了她的金蛋。 他的目光低垂, 不敢直视魏无限的眼睛。 嗯, 我知道, 挖得好。 我的金蛋在她的肚子里, 我也隔应。 嗯。 蓝忘机惊讶地抬起头, 有些不解。 魏无限笑眯眯的, 蓝战, 我有没有告诉你, 我七破四散, 每一破所闻所见我都是有记忆的。 蓝忘机这下可不是耳朵红了, 连脖子都跟着红了起来, 这次真的是荒得六神无主。 他不知道魏英会怎么看她。 魏无限伸手抓住了蓝忘机的手, 蓝战, 你知道吗? 宝贝的出生是一个意外, 但是对我来说, 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我感谢上天赐给我一个孩子, 更感谢那个孩子是你的。 他是你给我的珍宝, 让我填平了心里的野望, 让我的奢望有了一丝的安慰。 蓝忘机的眼睛渐渐地睁大, 他觉得自己可能陷入了幻境中。 魏英, 你的意思是? 魏无限拉着蓝忘机的手, 将脸放到他的手心里。 笨蛋蓝战啊, 我喜欢你啊。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孩子的名字吗? 他叫宝贝啊。 他抬起头看向蓝忘机, 眼睛是炙热的情意,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对我的付出而感激, 也不是因为宝贝的存在。 只是因为我, 魏英, 喜欢蓝战, 单纯地喜欢你爱你而已。 我想陪你共度一生, 想同你共同抚养儿子, 想与你白头偕老。 你明白吗? 蓝忘机定定地看着魏英, 直到这个时候, 他被巨大的惊喜淹没, 却依然心中惶惶然, 生怕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场美梦。 他小心翼翼地问, 可是, 可是, 你让我滚。 说到这里, 他委屈极了, 他鼓起最大的勇气, 吐露自己隐秘的情感, 得到的却是一生生的滚, 这让他怎么能够释怀? 魏无羡扑到蓝忘机的怀中, 抬头亲上蓝忘机的唇, 一下又一下, 同时说道, 都怪我, 那个时候我神志不清, 我只是和脑子里的那些声音在斗争, 听不到你的话。 我说了多少句, 就罚我一句滚亲你一口好不好。 温香暖欲在怀, 多年心愿得偿所愿, 蓝忘机还能稳住, 那就是石头做的了。 他一手按住魏无羡的后脑勺, 让他的唇再也不能离开。 两人亲了两酒, 魏无羡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才被蓝忘机放开。 离开的时候, 他下意识轻轻咬了一下魏无羡的嘴唇。 魏无羡的脑海里灵光一闪, 哈, 蓝湛, 百凤山那次偷袭我的是你吧。 哼, 我还郁闷了好久呢, 我不干净了。 蓝忘机倒是没有心虚, 也哼了一声, 嗯, 身经百战。 魏无羡理直气壮, 对呀, 身经百战。 白净的蓝战。 蓝忘机抱着魏英, 心里一片滚烫, 从这一刻开始, 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 往后余生。 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就是魏英和魏宝贝。 互通了心意, 两人说开了之后, 蓝忘机就铺好床, 搂着魏英睡觉了。 他觉得魏英身体弱, 需要好好地休息。 魏无羡有些睡不着, 他的心情激动还没有平复下去, 哪能说睡觉就睡着呢? 但是有一种关爱叫道吕觉得, 你很虚弱, 需要休息。 于是他也只能闭上眼睛, 窝在蓝战的怀里, 开始了修炼。 功法一遍又一遍地运行, 抱住他的蓝战, 已经睡着了。 睡梦中, 蓝忘机似乎也学会了一种新的功法。 无意识地运行着经脉中的灵力, 形成一个新的循环。 两个人一起修炼, 渐渐地, 紧贴在一起的两个人体内的灵力循环成了同步, 然后形成了大循环, 灵力在两人的体内来回运行。 一连运行了好几个周天, 直到魏无羡的经脉隐隐作痛, 他才停了下来。 蓝忘机的灵力也随着魏无羡的收工而折服了下去。 魏无羡猛然惊醒, 才发现自己的修为像是做了火箭。 之前的练齐八层一举进入了筑击五层。 魏无羡一动, 蓝忘机也醒了。 刚刚隐隐入梦, 这一醒来, 梦中学到的功法清晰地印在脑海。 再一看修为, 他的金丹居然消散了, 此时他的境界竟然是新功法中对应的心动初期。 以修理原神为主, 凝炼神时从而达到神时外放的境界。 魏无羡以为自己修炼把蓝战的功力给吸收了, 而蓝忘机确实是金丹消散, 一部分灵力提升了魏无羡的修为。 不过蓝忘机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如果可以, 他宁愿把全部修为都给了魏英。 不过现在也很好, 他也算是重新修习新功法了, 而且不用从头开始。 安慰了魏英一番,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这荒野的山洞中无比地温馨, 渐渐地魏无羡困意上头。 眼看就要闭眼睡过去, 直到听到一声凄惨的尖叫。 滑破了宁静的夜晚, 蓝忘机和魏无羡飞快地从帐篷里冲出来。 怎么了怎么了? 魏无羡一边询问, 一边往声音传来的山洞外奔去。 蓝忘机在他身后连忙从储物袋拿出一件披风往魏无羡肩上盖去。 宫屏上, 龙国, 怎么了怎么了? 我正打瞌睡呢? 被惨叫吓醒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不太清楚, 我看到是雷天鸣起来出了山洞, 应该是去吁吁, 不过你们都知道, 直播不会播出来的。 安全旗的范围是50平吧, 他们住的山洞只有二三十平, 如果不走远应该不会遇到危险啊。 会不会是雷天鸣梦游啊? 然后一不注意就走出来了安全范围。 也有可能, 大家都被吵起来了, 快去看看啊。 魏无羡跑在最前面, 蓝忘机紧随其后, 一边跑还不忘给魏英系好披风, 简直就是二十四孝好老公。 冲出山洞, 就看见雷天鸣瘫坐在地上, 一脸的惊恐, 奈何手软脚软的, 怎么也爬不起来, 除了最开始的一声惊叫。 这会无比惊恐的他已经失声了。 魏无羡抬头, 看了一眼安全区域之外, 眉头有些意外地挑了挑。 然后平静地走过去, 扶起雷天鸣, 伸手就点了他的睡穴, 把人往山洞拖去。 转过身, 习正和江飞也到了洞口。 此时, 江飞正躲在习正的身后, 瑟瑟地发着抖, 而习正也恐惧地满头冷汗。 蓝忘机接过魏无羡手里的雷天鸣, 魏无羡走过去, 推着习正和江飞, 走走走, 进去。 没事, 他们进不来。 习正和江飞被推着, 魏无羡好似没有用力, 两人却不由自主地 转身往里走去, 身体僵硬得就像木头人一般。 进入山洞, 蓝忘机把雷天鸣丢回了他自己的帐篷。 魏无羡看着两个惊魂未定的人, 眉头一条, 一脸跃跃欲试的样子。 需要我帮你们像他一样吗? 魏无羡指了指雷天鸣的帐篷。 习正和江飞齐齐摇头, 他们刚刚可是看见魏无羡一指头, 就让雷天鸣晕过去了的。 习正算是彻底颠覆了他二十多年的认知, 他是个军人, 一直以来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但是看到山洞外的情景, 还是让他多年的认知, 轰然垮塌。 山洞外, 不少的身影飘飘荡荡, 有着人形, 却又如同烟雾一样, 没有实体, 一动也不见脚洞, 而是用飘的。 也难怪雷天鸣出来放个水就差点被吓死。 不过这点亡魂, 对魏无羡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在乱藏岗, 随便一个地方的亡灵都比这些还要凶。 他特别留意了一下, 只是些小鬼, 有点怨气, 连厉鬼都算不上。 也就是安全旗把魏无羡罩住了, 保护了这些亡灵的安全。 当然, 魏无羡也不想多事, 既然有了安全旗的保护, 这些亡灵进不来。 而他们白天也没有遇到, 就说明这些亡灵根本就无关紧要。 当然, 要是魏无羡的想法被那些没有找到安全旗, 一个晚上都在亡命狂奔的他国队员知道后, 一定会拓他一脸。 而直播间里也不平静, 很多人都睡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熬夜党。 一边开着直播, 一边正常地熬着自己的夜。 从听到雷天明一声惨叫后, 那些开着直播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到了直播间。 雷天明是出门放水, 所以直播镜头是在山洞内。 等魏无羡等人出来, 镜头就跟着他们出了山洞。 山洞外,安全旗所包含的范围之外, 那些非实体生物可是吓坏了不少看直播的人。 也只有魏无羡这样的人才能面不改色了。 当然, 还有看着直播的温家人也习以为常, 他们在乱葬岗看得多了去了。 龙国, 啊, 这个世界真的有鬼吗? 雷天明估计都被吓尿了吧? 楼上的, 你不知道吗? 雷天明本来就是出去放水的。 哎, 魏无羡刚刚那一下是不是点穴啊? 就手指头一戳, 雷天明就晕过去了也。 魏无羡好神秘啊, 会符咒还会点穴。 你们看蓝忘机啊, 他们绝对是一对吧, 两人住一个帐篷来。 他出来第一件事居然是给魏无羡加衣服。 羡慕魏无羡有一个这样的好老公, 还有, 那不是衣服, 那叫披风, 那面料, 还有那做工, 一般人绝对买不起。 你怎么就知道蓝忘机是工啊? 万一魏无羡才是呢? 你看他杀狼的时候多霸气, 一看就是工吗? 楼上的你是瞎了吗? 你没看魏无羡在蓝忘机眼里, 就是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 他想背着魏无羡赶路的一图都写脸上了。 这是什么绝世温柔好老公啊? 他们两个好淡定啊, 特别是魏无羡, 他那一眼就跟看见花花草草一样。 难熬并没有的一夜过去, 许多的国家都损失惨重, 甚至有的国家团灭, 全部换上了替补人员。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替补人员可以由国家领导自由指定, 他们也能派出国家中最强的那些非正常人类。 这样虽然只有三个人, 但是比一开始的随机选取五个人可要强多了。 当然, 昨天成功获得安全棋平安度过一夜的人也不少。 第二天一早, 雷天明最先醒来, 他猛地坐起身, 一脸的惊恐。 好一会, 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在山洞里。 他飞快地从帐篷里爬了起来, 第一反应就是冲到习正的帐篷前, 习哥习哥, 有鬼。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 他一脸的生无可恋, 哭丧着脸,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遇到鬼啊。 怎么会真的有鬼呢? 雷天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神色变得极其古怪, 习正都忍不住好奇, 他想到什么了, 怎么了你? 雷天明苦着脸, 我经常和同学们去玩鬼屋, 你说里面会不会混进去了几个真的? 而我们还傻傻地以为都是工作人员假扮的。 吐吱一声, 旁边传来笑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 魏无羡和蓝忘机也已经起来并出了帐篷了。 蓝忘机在山洞口那里生火热水, 魏无羡则是随意地在山洞里走动活动活动身体, 就听到了雷天明在习正的帐篷门口说话。 他也是被雷天明的脑洞给逗笑了。 雷天明, 你放心吧, 以前呢, 龙国灵力稀少, 就算有亡灵也成不了气候。 像你说的那种人多的地方, 他们根本就去不了, 光是活人的阳气都能把他们灼烧到魂飞魄散。 雷天明被魏无羡安慰一下, 脸色总算好了点, 不过习正倒是注意到了魏无羡话中的问题所在。 以前, 魏哥, 习正不知什么时候起, 也跟着雷天明他们喊魏无羡魏哥了。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江飞, 习正第二, 雷天明第三, 蓝忘机第四, 魏无羡反而是最小的那个。 魏无羡点点头, 是的, 我来到这里, 之前一直在沉睡, 我发现灵气一直在增长。 到了这里之后, 发现这里灵气更加充足, 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多姿多彩了。 魏无羡的话说得很平淡, 但是旁边的雷天明的脸色就真的很不好了, 他昨晚是真的被吓破了胆。 魏哥的意思, 以后世界就不是原来那个一切都能用科学能解释的世界了吧。 是这个意思吧, 不要啊。 魏无羡的话, 不但是雷天明和习正听到了, 还有直播间的人也都听到了, 龙国的那些领导人也得到了消息。 知道温情一族不是本世界的人, 他们都是修真者, 领导人连忙向温情他们求证。 想知道魏无羡的话是不是真的? 对于灵力的浓度, 温宁是最有发言权的, 她到了这个世界后, 就复活了, 还恢复了她原本金丹的修为。 一开始的时候, 除了在森林里纳会, 出了林子, 她几乎是吸收不到灵力。 但是现在, 在外界的灵力也能供应她日常修炼了, 而且灵力还在持续增长。 领导人一听, 有门啊,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灵气具体是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这些老油条都知道, 这灵气肯定是修行者的必需品。 现在, 他们这一届有了灵气, 那是不是说明, 他们也可以培养出能够遇见飞天的修者了呢? 就算他们没有看过小说也知道, 这些修行者, 向来对传承很是看重。 几个领导人犹豫再三, 还是问了出来。 温宁也没想到, 龙国的领导人会问她能不能让他们龙国人跟着她修行。 温宁有些慌张, 连忙去看温情。 温家人中, 虽然修为最高的是温宁, 但是做主的还是温情。 她也知道, 现在整个世界面临大变。 这个世界的龙国, 看起来还是跟他们差不多人, 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 什么样的头发, 眼睛, 皮肤的都有。 所以, 温情对龙国还是很有归属感的。 她也记得, 在他们最艰难最无助的时候, 是龙国的军人帮助了他们。 她知道, 这些领导人想要修炼的方法, 最先受惠的肯定是龙国的军人。 温情也是考虑再三才回复, 这修行也要看资质的。 有资质之人, 才能修炼有成。 无资质的人, 就算是用天才地宝堆, 也不过是个废物点心。 领导人也知道, 这种是抢求不来, 而且, 他们也没有指望能够全民修行。 这大便来临, 当然是国家的力量越强越好。 温姑娘, 你看能不能传授一些基础的功法, 我们也不强求能有成果更好。 没有我们也不会有怨言。 温情, 其实这基础的修行, 大多数家族门派都是差不多的, 虽然我不能教你们温家的功法, 但是大众的一些基础修行我还是可以教的。 她怕人家说她是拿大陆货来敷衍他们, 又解释道, 基础功法其实差别不大。 这种越是大众的功法越不挑资质, 而资质好的人学习这样的功法, 更能进步神速, 凸显人群。 温情在心里吐槽, 不说别的, 为无限之前修的就是这样的大众功法, 居然不是江家的功法。 她的资质好, 反而用最普通的功法修出了上品的金蛋。 温情给很多的修士治疗过, 对功法这方便其实比别人更加的了解。 所以, 她跟龙国人推荐的这种大众功法, 可是未无限修炼过的。 这功法在先门广为流传, 算不得什么机密, 它交给大家也没有关系。 温情并没有给出全部的功法, 只给了最基础的炼气器功法。 即使这样, 龙国的领导人也如获至宝。 很快, 就有一些身体素质好的士兵被聚在一起, 开始学习新的功法。 当然, 他们没有基础, 还要温家人来教导学位啊经脉什么的, 不然那功法拿着都是两眼一抹黑。 但是大家都学得很认真, 不提龙国开始悄悄地内卷起来, 为无限他们这里, 早上吃了早餐, 收拾好各自的行李就准备继续赶路了。 习正拔下安全棋, 谁知道这安全棋竟然是个一次性物品。 或者说是有时效的, 安全棋到了他手里, 就化作灰烬消散了。 雷天明看到安全棋没了, 下的就是一抖。 想到昨晚看到的场景, 他已经能联想到今晚是个什么情况了。 怎么办啊? 安全棋没了? 那我们今晚不是要被鬼追了? 完蛋了完蛋了, 我不想死啊, 鬼会不会吃人啊? 到后面, 雷天明都有些些私底里了, 声音也破音了。 魏无限见雷天明一副吓破了胆子的样子, 想了想, 拿了张安神符拍在他身上。 他自己不害怕鬼, 以前和温家人生活在乱藏岗, 他们也还适应。 所以, 昨晚他们把雷天明带回山洞, 却没有想到需要用到安神符。 就连蓝战也是见惯了这些的, 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现在没了安全棋, 雷天明反应这么大, 他们才意识到不对劲, 雷天明昨晚那一下, 神魂竟然给吓到有些不稳了。 魏无限用一张安神符, 总算稳定了雷天明的状态。 虽然他还是很害怕, 但是不会像刚刚看到安全棋消失那样, 惊慌不已了。 魏无限拍拍雷天明的肩膀, 放心吧, 雷天明, 有我在, 不用怕的。 虽然魏无限是他们之间年纪最小的那个,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 就好像带着一种安定人心的作用, 让人信服。 雷天明被魏无限拍了安神符后, 觉得舒服多了。 心里那种躁动不安, 脑子里无限循环的鬼怪的情景, 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 多出了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雷天明, 魏哥, 你是不是那种, 他做了甩浮沉的动作, 就是电视里面那种天师, 想要除魔, 抓鬼驱魔的那种。 魏无限笑着摇头, 不是哦, 我没见过天师是什么样的。 不过嘛, 抓鬼我会, 驱魔不知道, 我没见过魔族。 如果是心魔的话, 还是可以的。 魏无限的话, 让雷天明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个时代,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天师吗? 他也没见过天师好吧, 不过看看电视的不都知道吗? 这会其他人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蓝忘机背好包过来, 魏英, 走了, 该出发了。 他的目光, 淡淡地掠过雷天明, 目光中没有任何的情绪, 就好像是无意间瞟过的一眼, 但是雷天明却觉得, 全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感觉下一秒, 就要被劈成两半了。 妈妈爷, 蓝哥太吓人了。 雷天明这下老实了, 乖得跟个安纯, 亦不亦趋地跟在习正身后, 习正说要断后走在最后面, 他都死命地摇头, 就差没挂习正身上了。 继续上路, 丛林里渐渐觅食起来, 他们的行进速度也越来越慢, 在前面开路的蓝忘机脸上 也有了些细汗, 这可把魏无限给心疼坏了, 他让蓝湛在他身后歇歇, 让他来开路, 但是蓝忘机不肯, 开口就是他刚刚才从醒来, 身体还很虚弱。 上午的路上没有什么大的危险, 也就遇到了几条毒蛇, 被耳聪目明的蓝忘机一箭斩了, 毒蛇都没来得及对他们发起攻击。 另外, 还有一头豹子, 也是被蓝忘机给杀了, 这个世界里, 这些凶兽, 死了之后就会消失, 不过多少还会留下一点东西。 豹子给众人留下的, 也不过是十斤的肉食, 他们五个大男人, 估计也就只够一天吃的。 其他国家, 已经有人饿肚子了, 魏无羡他们, 因为有储物带的关系, 现在每个人的背包中, 都还有着充足的食物, 即使这十天, 他们没有任何收获, 也不会挨饿。 几人正走着, 蓝忘机却突然抬起了手, 阻止了大家前行的脚步, 魏无羡也察觉到不对, 立马让大家噤声。 两人都侧着耳朵去听动静。 同时, 林子也开始喧闹起来, 不停地有小动物 从他们的面前跑过。 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 脸色都比较凝重, 看样子是来了个大家伙, 他的目光飞快地在四处搜寻。 突然他的手一指, 快, 你们躲到那里去。 魏无羡手指的位置, 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石头的底部有点不平。 所以有了一个小空隙, 挤上几个人应该问题不大。 远处的动静越来越大, 习正也知道, 可能是来了对付不了的东西, 连忙一拉雷天鸣, 叫上将飞往魏无羡指的方向跑去。 魏无羡和蓝忘机也跟了过去, 见三人都藏到了洞底, 魏无羡飞快地在他们的周围, 拍下隐藏气息的符咒。 另外他又拿出防御符, 给每个人的身上都拍了一张。 因为习正他们都是普通人, 根本就不会用符咒, 魏无羡想给他们爆裂符都没有办法。 看到习正手里的枪, 他突然灵机一动, 将几张符咒递给习正, 并交代他, 等下将符咒直接贴到枪口, 看情况不对就直接开枪。 魏无羡交代完后, 蓝忘机搬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过去, 靠在巨石的旁边。 这样, 习正他们藏身的地方就只留下一人能通过的小洞口, 刚刚好可以给习正埋伏开枪。 等将其他人藏好后, 蓝忘机对着魏无羡点点头, 两人在龙国人的面前正是展露了他们超凡的一面。 只见两人同时招出一柄长剑, 那长剑凌空漂浮在空中, 两人轻轻一跃, 就稳稳地站到了灵箭之上。 魏无羡之前就发现筑基期后, 他的灵力充足, 并且新的功法不像原来的功法, 灵力只能使用身体本身的。 新的功法在运行中, 还能一边消耗一边补充, 并且法术都是用身体中的灵力调动外界的灵力。 和原来的功法比起来, 即使他筑基期能够预见的时间, 也比原来的金丹期时间要长得多。 两人遇见升上高空, 向着发出动静的地方飞去, 远远地就能看出, 那是一条体积巨大的蟒蛇, 正直直地向着习正他们藏身的位置而来。 魏无羡和蓝望鸡两人无比地默契, 同时向着蟒蛇的前面落去, 拦截住蟒蛇。 那并不是一条普通的蟒蛇, 魏无羡一眼就认出那是一只妖兽。 虽然比起屠戮玄武还差一些, 但是也不是一般妖兽可比的。 魏无羡大声地说道, 蓝战, 好久没有和你并肩作战了, 让我们再次联手, 让这大家伙看看我们的厉害。 蓝望鸡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张扬自信的魏无羡了, 虽然还没有结单, 但是他已经找回了年少时候的肆意洒脱。 好, 遇见在空中, 蓝望鸡手一挥, 一张古琴凭空出现, 蓝望鸡手指在琴弦上拨动, 一阵琴声响起, 奏出一首退魔曲。 古琴明明是一种声音不能传播很远的乐器, 但是用灵力弹奏出来的琴声似乎响彻了天地。 飞快地前行的蟒蛇, 听到这琴声后, 难受得在原地翻滚。 魏无羡落在一棵树上, 手掐剑绝, 指挥着随便向着蟒蛇攻去, 随便清零, 速度更是快。 一剑一剑地向蟒蛇的身体上刺去, 就好像同时被几十柄零剑刺中。 凡是这类体型巨大的妖兽, 主打就是一个皮粗肉厚。 即使零剑划得它一身都是伤口, 但是也不过是些小伤口, 对体型巨大的蟒蛇来说, 不算什么。 剑零剑对蟒蛇伤害性不大。 蓝旺鸡收了旺鸡琴, 驾驭着碧尘向蟒蛇飞去, 手一挥, 一根琴弦缠住了一棵粗壮的大树。 蟒蛇高昂着头想要攻击飞进的蓝旺鸡, 蓝旺鸡灵活地避让, 绕着灵蛇飞了一圈。 手中用力, 竟是琴弦缠住了蟒蛇的脖子。 蓝旺鸡飞离蟒蛇, 手中用力拉紧琴弦。 琴弦紧紧地镶进蟒蛇的肉里, 痛得蟒蛇张开嘴嘶吼。 就是这个时候, 魏无羡眼疾手快, 一枚爆裂符准确地丢进了蟒蛇张大的嘴上。 同时枪声响起, 是席正。 他的位置真好能够看到蟒蛇, 见蟒蛇张嘴, 连忙把魏无羡给他的符咒贴到枪口, 对准蟒蛇的嘴巴就是一枪。 魏无羡丢的爆裂符, 还有席开枪送过来的爆裂符, 还有子弹的伤害, 全部都在蟒蛇的嘴里炸开。 蟒蛇都来不及吐出嘴里的异舞, 就听砰砰两声, 两张爆裂符先后在蟒蛇的嘴里炸开。 蛇嘴里可不像蛇皮那么坚硬, 从内部爆破, 蟒蛇的一颗头都被炸烂了, 当场死亡。 蛇头炸烂了, 蛇身还在动, 在地上一阵翻腾。 蓝忘机和魏无羡都落到地上, 看着场面平静下来。 习正已经带着雷天明和江飞 从洞里爬了出来, 慢慢地走了过来。 之前雷天明和江飞躲在洞里, 根本就没看到战斗的场景, 现在看到那巨大的蛇尸, 震惊的嘴都喝不拢了。 公平上, 龙国人都震惊了, 虽然已经早就知道, 蓝忘机和魏无羡不是普通人, 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修行者。 但是, 那是遇见飞行爱。 十亿龙国人, 你问问他们, 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梦想, 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天空中翱翔。 啊, 我要疯了, 这辈子直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能够看到有人真的遇见, 没有威亚, 真的没有威亚。 我觉得我在看仙侠剧, 但是, 这真的是直播剑。 魏无羡和蓝忘机, 真的就这么飞上天了。 我都傻了, 我永远的献神, 蓝神,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我的偶像。 龙国同性结婚不合法, 我强烈要求国家修改法律。 对对对, 献神, 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师父啊。 还有蓝神施工, 我去把民政局给你们搬来。 你们记得之前献神说的话吗? 意思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灵力复苏啊? 我们能够修行了吗? 要相信我们的国家, 我猜现在军队的人已经在进行实验了。 等到军人修炼成功, 我们就能全民修正了。 楼上想得真美, 哎呀, 我打算随时背个枕头, 美梦还是要做的, 万一成真了呢? 全民修真啊! 我就是那个还没有被发掘的绝世天才, 得到功法, 我就能一飞冲天, 与话飞升。 当然, 玄政世界的人看不惯龙国的人嘚瑟, 许多人也在公平上对龙国人进行各种语言打击。 教你们修真, 怎么可能, 你们又不是家族, 只有高贵的世家子弟, 才有资格学习功法。 你们不过是平民, 哪来的资格修炼? 韩光君是不会教你们的。 温家人也不敢这么做。 看到这些弹幕, 温情都给气笑了。 什么叫没有资格? 在他看来, 真正没资格的, 是那些人品不好的先门百家。 要不是他看出来, 魏无羡修炼的功法不对, 练起期后, 他好像不是进入宁气期。 他觉得有意, 才没有让龙国的人现在就知道后面的修行内容。 不然, 他早就把自己知道的全套功法交给龙国人了。 这些军人, 这个国家, 随便做的事都比先门百家的人做得好, 至少做到了公平公正。 魏无羡和蓝忘机, 在斩杀了巨蟒后, 眼看着巨蟒消失, 又得到了一个黄金宝箱。 魏无羡可惜地扎扎嘴。 怎么了? 蓝忘机问。 魏无羡, 没什么, 我就是有点可惜了, 这么好的蛇皮, 拿来练剑铠甲多好。 蓝忘机看了看面前体积不小的宝箱, 也许箱子里有。 魏无羡点点头, 可能吧, 要不蓝寨你来开, 看看运气。 蓝忘机点点头, 人都没动, 手指一掐绝, 面前的宝箱就开了。 这次的宝箱打开, 里面的东西塞了满满一箱子。 魏无羡一眼就看见, 卷得整整齐齐的一卷蛇皮。 他欢呼一声, 飞快地跑过去把蛇皮抱起来, 太好了。 蓝湛, 我给你做套内甲。 好像意识到不对, 在场的还有这么多人呢。 他又黑黑一笑, 这么大一卷, 可以做好几套内甲呢, 每个人都有。 不过先说好啊, 我得先把蓝湛的做好, 再给你们做。 那具蛇的防御力, 大家也看到了, 飞剑那么快的速度, 都有些不能破开蛇皮的防御。 如果用来做铠甲防御力, 肯定也非常的高。 除了蓝湛, 习正三人都收获了 龙国人无数羡慕的目光。 他们的线神可是修真者, 会遇见上天的那种。 他做出来的铠甲 能是普通铠甲吗? 高低也得是个 法器法宝之类的呀。 好羡慕, 好羡慕啊。 无数人为自己曾经的庆幸 后悔不已, 为啥选中的不是我呢? 除了蛇皮, 箱子里还有一枚内丹, 二十斤蛇肉, 蛇胆, 蛇血。 蛇胆可以作为解毒之用, 蛇血味无限, 可以用来化服。 可惜,除了这些东西, 再没有其他, 没有安全棋, 也没有再出现替换令。 雷天明的眼里充满了失望, 为什么没有安全棋呀? 昨天的狼群都有, 今天这么大的家伙, 怎么会没有呢? 现在要怎么办啊? 魏无羡撇了撇嘴, 要那玩意干什么? 保护那些鬼吗? 我说了, 放心, 有我和蓝站在, 你们比待在安全棋下还要安全。 话音刚落, 众人就听到一阵嗡嗡嗡的声音。 蓝忘机立马就手一挥, 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收了起来。 魏无羡飞快地撒下符咒, 同时叮嘱其他人都靠近他的身边来。 一个隐隐可以看到形状的结界升起, 像一个倒扣的碗, 护住了习正雷天鸣江飞三人。 魏无羡和蓝忘机遇见飞天, 看到一大片血色的乌云向这边移动而来, 魏无羡, 不好, 是鬼风。 鬼风是一种修真界中臭名昭著的妖兽, 他们单体的伤害不大, 但是他们是群体出现, 每次出现都是成千上万的出现。 鬼风的巢穴一般都是在阴气极重的墓穴中, 经常以腐尸残魂为食, 所以被鬼风遮重后会中尸毒。 而鬼风十分地嗜血, 每次出动的时候, 所过之处, 经过的生物就只剩下白骨, 而且, 它不但食尸, 还嗜魂。 总之, 鬼风非常的可怕。 魏无羡见到是鬼风, 连忙提醒习正等人, 千万不要从结界中出来, 这中毒了可不是好玩的。 说实话, 习正心里非常的难受。 一开始, 他以为是自己带着四个菜鸟, 结果到现在, 他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说, 还成了拖累。 要不是有他们三个, 蓝忘机和魏无羡, 估计都预着剑, 到达目标了。 哪像现在, 还要实时地花费精力, 保护他们的安全。 修士遇到鬼风, 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不过魏无羡以前, 经常到处夜裂, 而且乱葬岗里也有几处鬼风潮, 这玩意他还真的很有经验。 先给蓝湛和自己拍上防御符, 然后飞到高处, 让鬼风注意到他们, 让鬼风不飞去席政他们那里。 席政三人仰着头, 看着不远处的天空上, 密密麻麻遮天盖地的奇特怪风。 那怪风每一个都有里子大, 有一些甚至有桃子大小了。 鬼风察觉到, 有人在前方, 立马就飞过来, 包围了蓝忘机和魏无羡, 两人并不慌张, 轻轻地落在高空的树枝上。 操控着灵箭在空中飞舞, 灵箭锁过之处, 鬼风就像下雨一般,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很快地上就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鬼风尸体。 只是鬼风的数量太多了, 两人就算是像割稻子一样收割, 鬼风依然是前扑后继, 无穷无尽。 见一时半会, 鬼风实在难以消灭。 魏无羡又丢了几张烈焰符, 爆裂符, 却收效甚微。 鬼风本就不惧水火。 想起鬼风的特性, 他又给蓝战身上拍了几张防御符, 蓝战, 你顶着, 我去想想办法。 魏无羡召回灵箭随便, 直接跳下高高的树梢, 往席正挤人的方向奔来, 他的身后还跟着几只鬼风。 他的动作飞快, 都快跑出残影了, 一下子就钻入了结界中, 把鬼风挡在了结界之外。 魏无羡转过身, 见没有鬼风被带进来, 还松了口气。 你们三个, 谁的原杨未亵? 三人面面相去, 魏无羡又开口, 就是你们谁还没有娶气。 这么一说, 三人就懂了。 雷天明看了一眼, 魏无羡又看了一眼蓝忘鸡, 魏哥, 你不行吗? 魏无羡, 我儿子都四岁了, 你说, 我行不行。 快点, 谁还没有娶气? 雷天明和江飞对视一眼, 他们虽然没有娶气, 但是都有过女朋友, 也就只有席正出来, 我, 我没有, 我十八就当了兵, 现在还是单身呢。 他有点不好意思, 小麦色的脸罕见得红了起来, 魏无羡, 快快快, 放点血给我。 他动作飞快地, 从储物袋里拿了个碗出来, 将刚刚得到的蛇血, 倒了一半进去。 习正不知道魏无羡要干嘛, 但是不妨碍他听话呀, 二话没说, 就掏出身上的军刀, 在手腕上割了一条口子, 对着魏无羡递过来的碗, 将血滴到了碗中。 看着鲜红的血液, 从习正的手腕中流到碗里, 这个时候, 雷天明和江飞反而不好意思了, 他们是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 很快, 血就接了满满的一碗。 魏无羡小心地把装着血的碗放到地上, 从储物袋中拿了温情给他准备的补血丹, 给习正服下。 另外又将上好的金疮药, 以及纱布等东西交给旁边的雷天明和江飞, 让他们给习正包扎伤口。 他自己却蹲在地上, 拿出一叠的空白符纸, 用符笔在碗里搅了搅, 让里面的蛇血和人血充分融合。 又往里面撒下一些纯氧属性的矿物和药粉, 被放入药粉的血液慢慢地变成金色, 看起来就像是黄金融化在了碗里。 要说还是温情了解他, 什么都给他准备的齐全。 弄好画符的颜料后, 魏无羡就提起伏笔, 开始现场画起符咒来。 他画的符咒叫做正阳远火符。 画符的魏无羡气势一变, 只让人觉得无比的威严。 刚刚还在给习正包扎的两人看了一眼魏无羡, 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金色的液体在符咒上一笔一画勾勒出奇怪的图案, 看起来很是复杂。 习正三人看的两眼成了闻香圈。 但是魏无羡却是张张一笔画成, 画成了的符咒光芒一闪, 软塌塌的符纸就变成了硬纸, 像一块铁片。 正阳远火符的符纸需要圆阳之血浸泡之后才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五个人只有习正义人的血可用。 把他血放干也是不够的, 魏无羡只能血不够, 元神之力来凑。 一边画符一边将元神之力侵入符纸中。 一口气画了二十来张, 魏无羡体内的灵气都消耗了一般, 元神之力也是差点消耗殆尽。 忍着头疼, 魏无羡拿着符纸就出了结界, 遇见去支援蓝战去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有些恍惚了, 毕竟他的修为还不高, 说起来从医院醒来, 是真的没有好好调养。 蓝忘机正在杀鬼风, 见魏无羡飞得摇摇晃晃的。 他吓了一跳, 连忙遇见飞起, 将魏英接住抱在怀里, 见他拿出一叠符纸, 二话没说, 就用灵力激活一张符纸, 冲着鬼风最密集的地方丢了出去。 遇到鬼风, 符纸发出爆裂声, 砰的一声, 冒出一团金色的火焰, 只是瞬间, 周围的鬼风就被烧成了飞灰。 见魏无羡拿出来的符纸, 效果如此之好, 蓝忘机脚下遇见不停, 仗着身上有防御符, 专往鬼风最多的地方飞去。 他一手抱着魏无羡, 一手从魏无羡手中接过符纸, 往外丢去。 只见天空中一团又一团的火焰出现, 天上落下了许多的黑灰。 手中的符纸用完了, 还剩下灵星的一些鬼风, 蓝忘机落到地上, 操控着壁尘将周围的漏网之鱼, 全部清理干净。 等到再也找不出一直活着的鬼风, 蓝忘机这才收起了剑, 低头去看怀里的魏英。 他把手放在魏英的脉搏上, 还好, 灵力还有一些。 魏英, 你怎么样? 魏无羡在蓝战面前也不客气, 蓝战, 我好累啊, 想睡觉。 听说魏英累了, 蓝忘机二话没说, 就把人抱了起来。 魏无羡头一歪, 就在蓝战的怀里睡着了。 地面上, 习正挤人还在结界里。 蓝忘机抱着人走过来, 看到结界里的地上, 还有符纸颜料的没有收拾。 他手一挥, 就将东西收进了储物袋, 那颜料还未用完, 兴许以后还用得着。 得收好, 不能浪费了。 习正和雷天明将飞都围了过来, 雷天明、蓝哥、 魏哥怎么了? 受伤了吗? 蓝忘机, 没事, 他只是累了。 睡一觉就好。 蓝忘机看了一眼 手腕上还缠着纱布的习正, 冲他点了点头, 习兄, 多谢, 幸亏有你。 习正摸摸头, 没什么, 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两人这么说, 旁边的雷天明和江飞 越发不好意思起来, 他们是真的废物啊, 就连放血都用不上他们。 对此, 公屏上一片唏嘘声。 这个时候, 那些没有对象的人 得瑟起来了。 兄弟们, 傻了吧? 我还是X男, 我的血必血。 修炼的话, X男应该也更厉害吧。 别问, 问就是后悔, 早知道, 就不该没忍住诱惑, 和女朋友偷偿X国。 这下好了, 前途堪忧啊。 所以, 不要嘲笑人家 单身狗没人要。 看, 报应来了吧。 现神什么时候能行啊, 给大家科普一下 X男的好处。 人家现神自己都不是呢, 他儿子都会打酱油了。 不过我心里有个疑问, 不知当讲不当讲。 楼上的, 我也有疑问。 但是我现神做什么都是对的, 蓝神和现神的事, 我们管不着, 我只管科CP。 这个时候, 就见直播间里, 一行五人走了一段路, 找到了一个山洞, 暂时休息。 蓝忘机抱着睡着的魏无线, 在一旁打坐。 雷天明三人凑到一起说悄悄话。 然后蓝忘机突然就睁开眼睛说了一句, 魏英的儿子是他们俩的, 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公平上全是。 我的神爱, 现神厉害了, 还能生儿子。 哎呀, 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办到的, 我想让我老公帮我生儿子。 修真者的是你少管。 我差点以为我科的CP不是双结了, 还好还好, 现神蓝神所死, 高举望线大旗。 蓝神说他们儿子叫做宝贝爱, 你们有没有人记得, 不久前的天才萌宝综艺, 冠军魏宝贝。 我看过, 魏宝贝超可爱。 现在想起来, 难怪我第一次见蓝神就觉得眼熟, 哎呀, 魏宝贝简直和蓝神一模一样。 我觉魏宝贝的眼睛像现神, 他就是蓝神和现神的结合体。 魏宝贝是不是就是两人的儿子啊? 天啊, 他们一家三口的颜值太逆天了吧。 在国家安全部门, 国家的那些领导人, 还有队员的那些家人, 一起聚在一起看直播。 这会儿, 所有人都看向魏宝贝, 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惊奇。 魏宝贝一点都不怯场, 他得意地仰着头, 骄傲地说, 我爹爹说了, 我是他生的, 我的父亲是韩光君。 他们最厉害了。 对吧? 说完, 魏宝贝的目光划过众人, 目光中充满了求认同。 温宁立马响应, 嗯, 魏, 魏公子厉害, 韩, 韩光君也厉害。 宝贝, 最厉害。 听到温宁这样说, 魏宝贝得意地点点头, 对温宁的话十分地认同, 同时还伸出手, 要温宁抱抱。 到底是小孩, 再厉害还是喜欢大人抱抱, 看着这样可爱的魏宝贝, 大家的脸上都露出喜爱的表情, 这真是一个神奇娃娃呢。 龙国的人对魏无羡和蓝忘鸡 一起生了个儿子, 接受得很快。 这个世界, 本来同性之情 就已经被大众认可。 有些同性也会领养孩子。 人家是修士, 有点手段生出两个人的孩子 也是正常的吗? 对吧, 修士爱。 都能上天, 生的孩子算什么? 龙国这边还好, 玄政世界这边可就热闹了。 什么? 韩光君居然和怡灵, 老祖生了个儿子。 这, 那孩子都四岁了吧? 算时间的话, 还没开始摄日之争呢。 两人那时候就有一腿了。 你们别忘了, 摄日之争上, 韩光君可是和怡灵老祖水火不容, 见面就恰, 还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来的呢? 哼, 谁知道两人是不是演的。 我看啊, 说不定韩光君早就和怡灵老祖勾结在一起了。 说不定兰家都知情呢。 对于这些言论, 兰家人的态度是不理不睬, 他们咬死了韩光君已死了。 谁要是在兰家人面前诋毁兰国君身后名, 就是以他们兰家为敌。 兰家人向来君子传家, 这还是第一次这么不讲理, 让仙门百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而莲花屋中, 姜婉吟发起火来, 将莲花屋的屋子都砸了好几件。 那副被辜负的样子, 得亏魏无羡不在这个世界。 不然知道了, 还不知道有多恶心呢。 魏无羡的妻魄早就在跟着姜婉吟的那段时间, 看清楚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姜家? 哼, 就像那些龙国人说的那样, 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不对劲。 她为无羡做了十几年的傻子, 已经够了。 现在的她, 有可爱的儿子, 有真心爱她的道理。 还有如同真正的家人一般的温家人在身边, 她早也不需要那些谎言虚构出来的温暖了。 魏无羡睡了两个时辰, 蓝忘机一直把她抱在怀里, 先是找地方休整了一会, 和习正他们一起吃了东西。 休息好以后, 再次上路, 蓝忘机就把之前背的背包收到了储物袋中。 之前是做样子,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储物袋的存在也没有遮掩的必要了。 蓝忘机干脆让众人把包都让她收起来, 大家也好轻装上阵。 蓝忘机心里想着, 什么时候让他们学一些修行, 稍微吸收点灵力, 能够打开储物袋就行。 魏无羡还在睡, 蓝忘机就在习正的帮助下, 把魏无羡背在了背上, 用一件披风把人包裹住, 让人不会掉下来。 她依然是拿着避陈剑在前面开路。 这一路上, 蓝湛走得比较慢, 特别地小心, 就怕吵醒了背上的人。 睡在蓝湛的背上, 魏无羡睡着的时候, 功法自主运行, 两人的气息融为一体。 短短两个时辰, 魏无羡的状态就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秀气地打了个喝歉, 魏无羡睁开眼睛。 入目的是一片乌黑的头发, 她知道, 自己被蓝湛背到了背上。 她伸出手, 手指把蓝忘机身后抹额卷啊卷的, 指尖在蓝湛的背上打圈。 蓝忘机感觉到背上动静, 知道人醒了。 她的手伸到背后, 在魏无羡的屁股上拍拍, 提醒背上的人老实点不要乱动, 醒了。 如何? 魏无羡的声音软软的, 蓝湛, 我没事了。 现在很好。 嗯, 蓝湛, 你多背我一会吧, 不想动。 像个孩子一样被裹在蓝忘站的背上, 魏无羡感觉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她把头靠在蓝站的肩膀上, 伸出双手揽住蓝站的脖子。 这一刻, 她才真正地感觉到, 自己有了道理, 在她脆弱的时候, 会安慰, 她会保护她, 能够在她撑不住的时候, 给她一片安全的港湾。 蓝忘机见卫英的声音懒懒的, 以为她还有些不舒服, 便把人网上提了提, 语气温柔地问道, 还有哪里不舒服? 饿不饿? 魏无羡在蓝湛的背上摇了摇头, 想起蓝湛看不见, 她才开口, 没有, 不饿。 蓝湛啊, 嗯, 有你真好。 蓝忘机听到这句话, 嘴角微微勾起, 嗯, 我在。 魏无羡倾笑一声, 所以啊, 蓝湛, 你让我躲会懒呗, 我想要你背着我。 好, 多久都可以。 两人的身后, 几个小伙子几枚弄眼, 表示这波狗粮, 我们吃撑了。 雷天明对着习正和江飞眨了眨眼, 用嘴形说道, 我也不饿。 不光是龙国的队伍遇到了妖兽, 其他的国家也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这些队伍中, 国家想尽办法给他们准备了武器, 有的武器重量太大, 国家更是给队员准备了足量的炸药, 重量轻微力大, 是十分理想的物资, 而在替换队员的时候, 那些替补人员都是全副武装, 这也算是各个国家发现的一个系统漏洞, 算是天道给的一线生机吧。 面对妖兽的时候, 这些全副武装的替补人员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加上炸弹的辅助, 虽然说, 最后也都消灭了妖兽, 但是最后付出的代价都不小, 绝对不像龙国这么轻松。 之后的路程, 每天都会遇到野兽或者妖兽, 总的来说, 这一路并不轻松, 其他的国家也是一路厮杀出来的。 龙国的队员, 有蓝望鸡和魏无羡带着, 不像来求生的, 反倒像是来旅游的。 因为得到了一个妖兽的内担, 魏无羡用这个给习正开了灵。 开灵的意思就是用强大的能量, 直接让普通人的习正经脉中注入灵力, 将已经成熟定型堵塞的经脉强行打通一条路出来。 这样一来, 他便可以吸收灵力用来修炼了。 至于修炼的效果, 就要看个人的悟性滋质和勤奋了。 这三样, 缺一不可。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魏无羡愿意教他, 其实也是为了方便, 一是让他能够自主地使用储物袋, 二是能够在危险来临的时候, 使用符咒自保。 每天都有国家全军覆没, 也有的国家伤亡惨重。 整个世界, 越来越多的地方被黑暗入侵, 被另外一个世界所覆盖。 好多国家的居民只能匆忙地逃往国外, 那些全军覆没的国家, 大家也能够在网络上看到那些国家领土的场面。 黑暗降临, 无数的怪物蜂拥而出, 完全就是漠视降临的情景。 而龙国的几处黑暗降临的地方, 现在都已经戒严了, 周围的居民也搬离了住处, 迁居到安全的地方。 每一天, 龙国的居民都在祈祷, 魏无羡一行人能够走到最后, 再看到其他国家被选出的队员死在了野兽口中, 国家也被黑暗笼罩, 他们才真切地感觉到这不是一场游戏。 魏无羡等人看似在求生, 其实是在救世。 在第五天的时候, 蓝忘机和魏无羡打头, 习正远程援助地收割了一群猎狗后, 宝箱再次开出了替补令。 这次替补令有两枚, 习正主动让出了名额给雷天明和江飞两人, 他是龙国的军人, 不管是为了国家, 还是为了自己的家人, 都不允许他退缩。 龙国这边, 退下了雷天明和江飞, 替补的人员是温宁和温晴, 原本龙国是想派一个兵王的, 但是温晴有着高明的医术, 他的修为虽然不高, 但是好歹也是个修士, 遇见使用符咒这些, 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温宁的武力值, 也只在魏无羡和蓝忘机之下, 龙国的兵王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于是, 龙国领导再三考虑之下, 还是同意了让温宁和温晴出战。 温宁虽然来到这个世界, 重新变成了活人, 但是他原本作为凶师的某些特性还是在的, 就是打了点折扣。 比如说他的戾气, 算起来应该是不输蓝忘记的。 进入到游戏系统中后, 现在就是四个修士带着一个刚刚修行入门的人了。 现在习正也开始修行了, 他恰恰是资质不错的那种人, 而且他的原样还在, 修行起来那就是事半功倍。 现在为无限一行人赶路都不是用走的了, 他们用飞的。 温宁载着习正, 其他人各自遇见。 飞一段再休息一段时间, 遇到了妖兽, 他们便一起合作用修士的方法对付妖兽。 而习正也在这期间肉眼可见地进步。 在第八天的时候, 他们终于赶到了目的地。 这还是他们一路不紧不慢, 没有赶路的结果。 到达指定范围后, 他们就收到了系统的通告, 在指定范围内, 他们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安全堡垒, 并且在堡垒建立好之后, 成功地度过一个月。 他们提前两天到达目的地, 也是就说他们多了两天的时间用来建设家园。 他们能够想到, 接下来的一个月, 不用赶路, 但是这个家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攻击。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要打造一个足以坚持一个月的堡垒。 魏无县一群人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平原地区。 这片地区的地形还比较复杂, 有水泽之地, 有树林竹林, 也有乱石滩。 魏无县四处看过之后, 决定在乱石滩上建立住处。 这里有几个好处, 一是乱石滩的不远处有河流, 河流可以解决它们的水源问题, 而河流底下也能挖出许多的黏土, 用石头和黏土用来建立防御攻势, 应该是比较坚固的。 而有着这么多的石头, 又有两个大力士的存在, 魏无县觉得, 他可以利用这乱石滩布置一个阵法。 虽然限于材料有限, 阵法的威力没有多大, 但是起到一个防御, 迷惑等作用还是能够做到的。 既然决定了在石滩上建立住所, 魏无县就选定了视野开阔的一处最佳位置。 几人在打算打地基的时候, 却遇到了问题。 几人本来打算把地上的石头剪干净, 然后再建房子。 没想到一连剪了大半天, 地上都还是石头, 完全没有看到土地。 魏无县连忙叫停, 之后力气大的蓝望鸡和温宁 一直在一个地方剪石头, 剪出了一两米的大坑, 也全是大块大块的石头, 都不知道底下的石头 到底有多深。 这下众人傻眼了, 这要建房子, 底下全是石块, 怎么打地基呢? 这样也建不稳了。 不光是魏无县武人, 龙国的人也都在发表意见。 要不换个对方吧, 虽然石滩地方不错, 但是这不好打地基啊。 还不如换个地方, 用这些石头来建房子。 我觉得可以加粘土, 这样粘合石块不就牢固了吗? 而且他们以后住的时候, 再烧火也会越来越硬吧。 龙国的人踊跃发言, 都晒出自己的奇思妙想, 就连一些建筑专家都亲自下场了。 可惜的是, 魏无县他们看不到直播弹幕。 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换一个地方用来建房子更好, 但是魏无县觉得, 石滩是最好的地方, 因为石滩首先是不平的。 大块小块的石头,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妖兽, 在这样一片石滩中, 一定会影响前进速度。 要是后期, 再加上阵法, 大大小小的石头, 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话, 这样一来, 他们遇到什么东西来袭, 这片石滩就是第一道屏障。 习正说, 要不我们去河边挖泥土, 将泥土往地下夯时, 再抹平, 用火烧一下也会更加坚固。 现阶段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温晴却拿起一块石头, 这里石头这么多,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矿石, 说不定还能给习正炼把零件用呢。 温晴这样一说, 魏无县的眼前一亮, 他想到办法了, 这里全是石头, 不如炼化一些金属或者什么的来作为地基。 心里有了想法, 他就开始实践。 上次遇到鬼风, 魏无县化了正阳元火符, 这是一种特殊的符咒, 能够发出极阳极高温的火焰。 这种火焰的温度, 别说是鬼风了, 基本上, 只要不是特殊的炼起材料, 它都能够将其融化。 魏无县拿出上次 剩下的颜料, 这次多了个温宁。 于是, 习正和温宁一起又放了一碗血, 用来炮制特殊的符纸。 这样一来, 这正阳元火符的威力更加地大了。 画好一张符咒后, 魏无县就使用了符咒, 控制着符咒发出的火焰在一处石块上。 没想到, 那石块当场就融化了。 周围的石块也全都融化, 然后变成了岩浆一样的液体, 并且那液体还在往下沉。 等到符咒的效果结束, 原地竟然出现了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洞。 而洞底都是岩浆, 等到这岩浆冷却凝固后, 就变成了一整块的石块。 见到这样的效果, 实在是太好了, 魏无县想起一个阵法, 可以用来增幅力量, 心里大概做了一个预想后就开始行动。 魏无县又画了整整24张正阳元火符咒, 直接圈定了一百多平米的地方, 布下无极天罡增幅阵。 整个阵中, 全部都是那种恐怖的, 似乎要炼化万物的火焰, 整片一百多平的地方, 石块全部都开始融化。 蓝忘机和温宁温情都看出了魏无县的意图, 他们都被魏无县大胆的想法惊呆了, 只能说魏无县太敢了。 不过魏无县敢做, 他们就只能无条件地支持了。 于是, 三人纷纷出手帮忙, 在魏无县的提示下, 不断地把灵力注入到阵法中。 魏无县在阵外手上不停, 不断地打出各种手绝进入阵法中。 阵中一百平的地方, 所有的石头都融化成了液体。 液体不断地下陷, 往下融化了三四米的高度, 而那岩浆也有一两米深的样子。 习正站在不远处, 见到魏无县直接整了个岩浆池出来, 人都傻了。 这就是修真者的力量吗? 只凭几张纸, 就能够做到几百吨煤炭都达不到的效果。 要是炼化金矿那不是发了。 楼上的, 你的想法很行啊。 不过现神这是要干嘛啊? 直接在地下建房子吗? 等到岩浆冷却了, 在上面加个屋顶, 就是个很牢固的地窖了。 我觉得不像啊, 你看蓝神, 还有咱宁哥和秦姐都动手帮忙了, 现神肯定要搞个大的呀。 不提龙国的观众是怎样的叹为观止, 惊叹于修士的力量超乎想象。 魏无县这会很是紧张, 这还是他第一次搞这么大的事, 眼看这阵法的能量不够了。 蓝忘机温宁温情也在不停地往阵法中输入灵力。 魏无县心一横, 也顾不得什么蓝湛不喜欢他修轨道了。 咬破了手指, 在自己的身上画了个符咒。 蓝湛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是想起刚刚魏无县看他的那一眼, 他又抿住嘴不说话了, 眼里都是对魏英的担忧。 那符咒有聚集怨气的作用, 大量的怨气被聚集起来, 魏无县将怨气吸收后, 又全部送入到阵法中。 那阵法中本就是极阳, 现在被加入怨气, 怨气极阴, 这一阴阳相容, 魏无县顿时就觉得压力骤减。 原本有些控制不住的阵法, 也渐渐被他控制住了。 只见那池中的岩浆, 在所有人的眼中慢慢地上浮。 在所有人的眼中, 岩浆, 慢慢地变成一栋房子的模样。 魏无县打算的, 居然是直接炼制一栋房子出来。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栋火红的液体房子渐渐成型。 房子是圆柱形的, 底下有六七米的地方, 没有门也没有窗。 最地下的地方是个尖锥形。 屋顶的位置也是平的, 还有着栏杆, 到时候可以站在屋顶上进行攻击。 下面的住处有四个窗户, 一个大门。 屋子的内部情况大家都看不到, 不过都有点不解为何这房子怎么这么高。 直到房子成型, 从空中落下来, 就像一只巨大的铅笔插入地下。 地上本来就有一个大坑, 房子落下去, 有五米的长度就插入地下了, 这样这个房子就牢牢地立住了。 门的位置, 离地面大概有一米五六的高度。 这个高度对于几个修饰来说, 轻轻地一步就上去了, 就连席正也能轻松地跳上去。 到了这一步, 魏无线还没停下来, 他手上的动作更快了, 不停地打着法掘。 一个个不同作用的阵法 被打到了火红的房子里。 房子也在飞快地冷却下来, 火红的颜色渐渐地退去, 慢慢地变成了一种闪着金属光泽的黑色。 房子看起来非常地好看, 虽然露在外面的样子只是个圆形的柱子, 但是房子的表面有着无数神秘古朴的纹路, 充满着神秘的味道, 总之, 非常的气派。 看得龙国的人眼馋得不行, 都迫不及待地想看房子的内部样子了。 做完了这些, 魏无羡才停下来, 开始原地打坐, 恢复灵气。 完全没有出力的习正, 这会十分有眼色地拿起墙, 开始警戒。 很快, 蓝忘机几人的灵力率先恢复, 见魏无羡还在打坐。 温晴就和温宁去河边打水, 准备做饭了。 三个时辰后, 魏无羡才从入定中醒了过来。 众人都在等着他吃饭呢。 魏无羡还没金丹呢, 也还没闭鼓, 忙了一场,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 魏无羡才问大家, 有没有去房子里面看看。 见大家都摇头, 他才想起来, 还没有跟大家说, 已经可以进去了。 房子静静地立在面前, 魏无羡跳上去, 打开门, 然后大家依次进入。 房间的内部墙壁也是黑色的, 不过房间里并不昏暗。 上面是大家的住处, 分为了四间屋子, 有三间房子都有二十来坪, 一个人住也足够了。 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的屋子大一点, 有三十坪, 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洗漱件。 剩下的地方是走廊和向下的楼梯, 的位置。 底下还有两层, 中间一层是个巨大的客厅和偏小的饭厅, 大家可以在这里聚会用餐。 厨房在最底下一层。 厨房有单独向上的烟道和向下的排污道。 同时, 厨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蓄水池, 被魏无羡进行了空间扩展, 可以一次性装够使用半年的水源。 整个空间的结构非常的合理, 所有的房间里都有聚光阵, 使得整个房间的光线柔和不刺眼, 一点都不会因为没有窗户而昏暗。 聚灵阵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非常的清新, 还有过滤的阵法, 既不会有毒的气体进入房子里也不会憋门。 听着魏无羡一样样地介绍房子的好处, 龙国的人都沸腾了, 这简直就是最强堡垒啊。 另外, 还听魏无羡说, 这个房子的防御非常的强。 最最让人心动的是, 这个房子还能收起来带走。 以后走到哪, 把房子往地下一插, 又安稳又方便, 简直了。 现在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软装家具。 里面的各种设施也都是直接同房子一起练出来的。 灶台水池, 桌子椅子, 床衣柜, 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房子一体成型, 不可移动。 魏无羡还说, 现在这个房子还是毛坯, 他之前在这片石滩里, 发现了不少稀有的矿石, 等他有时间, 慢慢地改造练制, 这个房子会越来越完美。 参观完了房子, 大家都各自找了房间住下了。 他们的房子建好了, 也算完成了一件事。 不过还要在这里居住一个月的时间呢, 并不是说只要一栋房子就好了。 第二天, 大家又开始挖粘土, 用石块弄个平整的院子, 再砌个高高的围墙。 有了房子, 大家的紧迫感就没那么强了。 大家一起修建围墙, 有说有笑的, 颇有点玩基建游戏的味道在里面。 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太平, 不时地有妖兽进宫, 而天气也一天天地冷了起来。 还好房子里足够保温, 感觉到温度下滑的速度太快, 温情和温宁在来之前, 恶补了大量的小说, 猜到可能会遇到极端天气。 于是接下来他们的工作就多了起来。 需要储存足够的水源, 另外食物, 柴火都要准备。 那些送上门来的妖兽, 就是很好的材料, 他们为大家提供了温暖的瘦皮, 还有高热量的肉食。 蓝忘机的储物带起了大作用, 可以用来储存食物, 不会腐坏变质。 在练房子的时候, 魏无羡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矿石。 这种矿石特别地适合空间扩展阵法, 比用特殊的妖兽皮上绘制阵法 制作储物袋要适用得多。 厨房里巨大的蓄水池 就是用了空间扩展的阵法。 温宁告诉魏无羡, 他看到龙国的小说里, 那些修饰都是用储物戒指手镯的。 于是魏无羡就用那种特殊的矿石 给每个人都制作了储物戒指。 这样一来, 容易损坏的储物袋就可以退居幕后了。 每个人都有了空间巨大的储物戒指, 储物袋就成了公用物品, 几个房间都挂了储物袋。 厨房有分别装食物, 柴火的, 其他的房间有瘦皮等各种刚需品。 随处可见的储物袋 让龙国人的眼睛都红了。 他们刚刚开始眼馋, 魏无羡就更新换代了, 储物袋被用来装杂物, 想想都心疼。 其他的队伍 大概也已经到了各自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 魏无羡队伍 并没有遇到其他的国家, 不过他们并不是不在一个空间, 而是这个空间太大了, 魏无羡他们运气好, 没有遇到其他人。 不过, 已经有其他的队伍和另外的队伍偶遇了。 这些队伍, 有见面就你死我活的, 也有互相无视擦肩而过的, 还有双方合作的。 魏无羡他们对于遇不遇到伙伴, 没有任何想法, 他们对龙国的了解不够, 不知道那些人是友好还是敌对。 当然, 他们有个习正, 这些是他是知道的。 现在这样正好, 没有遇到别的队伍免去了很多麻烦。 魏无羡他们在紧锣密鼓地坐着准备度过极寒天气, 其他的队伍也开始建立各种的堡垒。 他们使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 有用树木的, 也有用石头的, 还有的直接选择了山洞进行修缮。 魏无羡他们也发现附近有其他人的队伍, 在离他们五公里距离的林子里, 有个三人队伍。 这三个人用木头在树上建了个庇护所。 习正悄悄地去侦查了一番, 那三个人应该是来自马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